如果上天再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 我宁愿被车撞死 也不愿意让死对头看到我落魄的样子 一场车祸 让多年不见的两人重新相逢 死对头衣着光鲜地在车里 我却狼狈不堪地在车底 为了可怜的自尊心 本想装作失忆 就此过去 谁知死对头却说 自己是他未婚夫 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 Wow 我只是装的呀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六年前 红为Alpha的林云峰和纪泽凯 都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林云峰热情开朗 纪泽凯冷漠沉沦 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但都是Omega亲爱的对象 也是众所周知的死对头 从学习到运动再到比赛 处处都要竞争 但有一件事让林云峰十分疑惑 每一个和他表白过的Omega 没过几天就转头奔向纪泽凯 这让他难以接受 两个人表面相安无事 背地里却暗粗粗地较劲 直到这一年 发生了一件事 打破了这种平静的关系 林云峰站在成绩公告栏前 满脸期待地以为自己 能超过纪泽凯 成为年级第一 却没想到又被碾压了 一旁的好友们 还在调笑他不是信誓旦旦 说能超过纪泽凯吗 这帮损友不安慰一下 怎么反倒火上浇油呢 这时一个好友和他说 听说新转来一个 Omega正和纪泽凯打得火热 两个人出双入队的 好像在交往呢 林云峰简直欲孤无泪 自己既没有爱情 也没有年级第一 大冤种就是我啊 在篮球馆打球 休息的时候 林云峰正大口地喝水 突然闻到了一口香味 他突然一惊 这好像是发热期 Omega性吸塑的味道 他顺着味道 走到一间教室门口 敲门问里面的人 是不是需要帮助 可是无论怎么问 都没有任何回应 他只好开门进去 一个Omega正蹲在地上 无助地低头哭泣 看到有人进来 Omega向门口看过去 这一抬头 林云峰惊讶地发现 竟然是和纪泽凯 行影不离的那个男生 诧异过后 他怕眼前的人出问题 决定要去找医生 但Omega却没坚持住 直接晕倒在他怀里 林云峰焦急地想喊醒他 这时却被人从后面 抓住衣领 大力地扯开自己 只见纪泽凯愤怒地质问他道 你是不是标记他了 你咬他后颈了吗 此对头果然处处看我不顺眼 因为一个Omega就和我动手 明明之前表面 都还是相安无事的 难道Alpha之间 就一定存在争斗 水火不容吗 此刻林云峰被抓住衣领 被质问是不是标记了那个Omega 他只觉得莫名其妙 自己只是好心地 想要送人去医院而已 他抬手想推开纪泽凯 生气地说 我有没有动他 你可以自己问他 再不松手我就揍你了 纪泽凯文言松了一口气 林云峰趁机推开他 说自己又不是垃圾 才不会对不喜欢的人动手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教室 经过这件事 让他明白了 必须要好好学习 并且超过纪泽凯 没有爱情 学习上一定要压他一头 从此两个人暗争暗斗 变成了明争暗斗 国药卫隔着十条街都能问 这天在学校举办的校运会上 林云峰正在原地热身 想着这次必须要超过纪泽凯 达个跑步第一 头可断 血可流 但纪泽凯必须输 可能是拿第一的愿望太过强烈 导致众星偏移 林云峰脚下一崴 硬生生地摔倒了 眼看终点就在眼前 自己绝不能放弃 站起来又太耽误时间 于是他心意稳 竟直接就地滚到了中国 好友担心地赶紧把他扶起来 问有没有受伤 林云峰却只关心自己有没有赢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他终于放心地笑了起来 然后才感觉到脚好痛 好友连忙送他去医务室 途中他终于反应过来 明明记责凯比他快了一点 怎么最后是自己赢了呢 好友解释道 你摔倒时吓了他一跳 那小子就杀住脚步了 林云峰更疑惑了 都是个跑个的 怎么还能吓他一跳呢 好友继续说道 那小子跑步不看终点 只顾着看你了 活该他跑第二 说完就回去比赛了 林云峰躺在床上想着 管他的呢 反正自己是赢了 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 没有注意到 在他睡觉时 推门进来了一个人 林云峰醒来后 就发现桌子上多了一个小蛋糕 上面用便签写着给峰哥 这人也太贴心了 既然知道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回头地问问是谁送的 必须好好感谢他 后来他到处打听 给自己送蛋糕的人 可始终没有找到 再后来 他日夜奋斗 努力学习 可继泽凯却开始时不时缺客 甚至最后直接休学了 直到毕业 再也没见过他 这个人在高中毕业后 就十分倒霉 生活总是给他很多困难和挫折 林云峰大一那年 父母车祸双双身亡 他孤身一人处理父母后事 和公司的事举步维艰 由于长期失眠 他不得不靠喝酒和吃安眠药 才能入睡 身体也被弄得一团糟 可乌漏偏逢连夜雨 大三那年 他被好兄弟坑片 背了一身高利贷 为了尽快还清债务 他不得不卖掉 和父母住了二十年的家 只能去住破烂的旧屋子 可生活依旧在继续 他白天送外卖 晚上在酒吧做服务生 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就是这样 还是不能还清钱的债务 被追债的人堵在了家里 让他还钱 看他拿不出钱 要债的人不安好心地 给他出搜主意 让他出卖身体 说不出两年 就能把钱还清 可他是Alpha 怎么能让人随便玩弄呢 债主一步步逼向他 有钱人就是喜欢驯化Alpha 他捏着林云峰的下巴说道 而且 你长得这么标致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林云峰被逼急了 他拿起一个烟灰缸 狠狠地砸了下去 然后一个闪身 用身体猛地撞向锅里 从窗户逃走了 他跌跌撞撞 一路跑到了大马路上 命运没有眷顾他分好 一辆车子狠狠地撞向了他 倒下后 林云峰却想着 还好是被车撞 至少不会被抓回去出卖身体了 就是不知道 车主能不能好心地 送自己去医院了 在婚名前 必须好好看看撞了自己的人 于是他抬头望过去 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如果我有罪 请法律制裁我 而不是 让我在最狼狈的时候 遇到曾经的死对头 死对头说 我是他的未婚夫 而且 我们还有了一个孩子 拜托我是装失忆 但不是傻子 Alpha和Alpha 怎么有孩子啊 林云峰从医院醒来后 就假装失忆不认识记泽凯 他一脸无故地问对方是谁 自己是在哪里 记泽凯看他状态不对 紧忙把医生叫过来 虽然他是装的 但不傻呀 竟然拿一瓶水 问他认不认识 这时记泽凯关心地问他 现在饿不饿 要不要吃点东西 本就因为撒谎 让他觉得局促不安 他也不敢说饿 谁知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听到他说违心的话 记泽凯没有揭穿 而是贴心地削了一个苹果给他吃 林云峰一边吃着苹果 一边想着 要怎么解决现在尴尬的状况 这时记泽凯突然问对方 是真的不记得自己了吗 他一紧张 差点被苹果噎到 磕磕巴巴地说不记得了 想着索性一桩道理 他干脆说自己什么都忘了 连家在哪里也不记得了 然后逃避式地 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没注意到 记泽凯眼中闪过一丝皎洁的笑容 这时医生找记泽凯 要说下林云峰的病情 他穿好衣服 叮嘱对方好好休息 自己马上回来 他向医生询问 林云峰恢复记忆的可能性有多大 但医生经过测试后 也不能确定 只是建议 做进一步心理检查 再看情况 但记泽凯却腹黑地想着 最好这辈子 都让他无法恢复记忆 这边林云峰想着 趁还没露线得赶紧逃跑 于是一拳一拐地往门口走去 谁知还没等他走到门口 记泽凯就回来了 看他一个人下地 紧忙要扶着他回床上 然后严肃地问他 都不问问 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吗 林云峰紧张地喝了一口水 没有回答 记泽凯继续说道 其实我是你的男朋友 这话吓得他一口水都喷了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 也太离谱了 记泽凯继续忽悠道 其实男朋友不太准确 准确来讲 我是你的未婚夫 马上就要结婚了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两个Alpha 怎么可能有孩子啊 林云峰看他一脸认真地说着假话 于是慌张地说 我虽然记不清事情了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个Alpha吧 而且你也是吧 那两个Alpha怎么会有孩子呢 记泽凯壮似遗憾地说 你果然都忘了 我们的爱 我们的曾经 不过没关系 我会将过去的事 全部都告诉你的 我先去帮你办出院手续 一会儿再说 等他走后 林云峰简直一个头两个大 完全搞不清状况 他为什么要撒这个谎呢 想不出个结果来 他决定还是先溜走 天上不能掉线笔 更不能掉男朋友 希望再也不要见到他了 男孩被秦迪开车撞进了医院 为了不被嘲笑 他干脆假装失忆 可秦迪既然说自己是他的男朋友 还要带他回家 林云峰真是哭笑不得 就想赶紧溜之大吉 天上不能掉馅饼 更不能掉男朋友 对方图他什么 难道是图他满身的高利贷吗 林云峰左拐右拐的 还没等到出医院门口 一回头就撞上了一堵人墙 只见几仓海面 无表情地看着 想要溜走的林云峰 林云峰内心慌的一批 尴尬得要死 你要去哪啊 林云峰磕磕巴巴解释 自己就是随便看看 你的出院手续办好了 我们回家吧 林云峰头上明显一排问号 他们哪来的家啊 这不会是 对方发现他在撒谎 所以故意逗弄吧 等边不下去了 再故意嘲笑自己 想到这种恐怖 林云峰顿时来了斗志 既然演戏就要演到底 看谁先撑不住 既然我俩已经订婚了 那肯定也同居了 走吧 没等到挪博 几仓海一把家人抱了起来 同样都是Alpha 林云峰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 太别扭了 然而几仓海瞎话张口就来 可是我以前经常这样抱你 你从没有觉得别扭 林云峰放屁两个字刚要说出口 还好及时收了回来 变成了放我下来 几仓海看起来心情十分好 像那小孩子一样抱着不撒手 两个人就这样 各自心怀鬼胎地往停车场走去 到了停车场后 几仓海十分绅士地 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看着林云峰 可他却退缩了 本就是为了可怜的自尊心 才假装失忆 可又能装到什么时候 早晚都得丢人 何必在这浪费时间呢 他犹犹豫豫地准备开口摊牌 其实我 可几仓海突然出声打断了他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异地恋半年了 这又是什么操作 林云峰剪直一个头两个大 趁着他愣神 对方一把将他推进了车里 而几仓海自顾自地说着 你的名字是林云峰 直挂云帆的云帆 我们在一起三年多了 半年前 我一位企业集团的事 不得不出国 于是我们开始异地恋 他用拉斯的眼神盯着林云峰 分别的这些日子 我每天都在想你 但是一个月前 你深更半夜 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出事了 之后就了无音讯 怎么都联系不上你 我心急如焚 抛下所有的事回国找你 昨天晚上 你终于联系我 说了一个地点 让我来接你 我在路上边开边找你的时候 你忽然从小巷子里窜了出来 撞到我的车子晕了过去 我就把你送到医院来了 这些事你还有印象吗 真是好一出大戏 你上辈子怕是个编剧吧 林云帆简直目瞪口呆 他是怎么做到面不改色地说 这些又真又假的事的 一时之间想不到说什么 林云帆支支吾吾地说 自己不记得了 几仓海闽唇一笑 好似也不在意 没关系 反正我找到你了 情况太过扑朔迷离 把林云帆整不会了 磕磕巴巴又蹦出一句 那你从国外赶回来 公司的事不要紧吗 看来他也疯了 竟然配合地演了起来 几仓海倾笑出声 不要紧 工作都交接完了 你闭眼休息一下 一会就到家了 林云帆文言 不禁也好奇起来 不知道几仓海口中的家 会是什么模样吗 情敌竟然化身成男朋友 把男孩带回了 他口中的两个人的家 这操作属实 给林云帆整不会了 他就假装的失忆 不仅多了个男朋友 怎么还多了个家啊 两个人一路牵手 回到那个虚构的家 林云帆看着这么高档的公寓 你消失那天 不知为什么 把留在这的东西全带走了 然后他蹲下 十分绅士地 拿出一双拖鞋 给林云帆穿上 紧接着又贴心地 倒了一杯水给他喝 这无处安放的男友力 顿时给林云帆砸懵了 这时 季沧海扶着他的额头 检查伤口 发现肿的厉害 于是起身去拿点扶 温柔地给他擦拭着伤口 这尖锐的疼痛 让林云帆无意识地 扯了一下季沧海的衣服 随后又觉得十分的不妥 于是尴尬地松开了手 看着他的小动作 季沧海没有在意 而是让他可以继续扯 一件衣服 只要你想 咬我都行 林云帆甘笑两声 内心吐槽 这个人怎么还有受虐倾向 这时门铃突然响了 季沧海起身 是外卖来了 你稍等一下 不多时 一桌丰盛的大餐就摆好了 季沧海贴心地扶着人坐下 感觉你饿了 就多点了些 你放开吃 林云帆的确是要饿傻了 甚至恍惚间 觉得自己是真的失忆了 而季沧海 也真的是他的男朋友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幸福 他不禁哽咽出声 季沧海慌忙 询问是怎么了 林云帆哭着脸 没事 这面太好吃了 别看我了 你也赶紧吃吧 这时季沧海的电话响了 见来变 写着容占两个字 他脸色微变 然后起身 和林云帆说去接个电话 片刻后 他接完电话回来 林云帆还在大块躲移 我要去公司一趟 你自己慢慢吃 吃完碗筷就放桌子上 等我回来收拾 林云帆不解 你都没吃几口 好歹吃饱再去啊 工作有这么急吗 可季沧海看似十分着急 匆匆就往外走去 林云帆只好在后面 提醒他路上慢 注意安全 只剩下一个人的他 觉得饭菜也没有那么香了 于是将碗筷都整理干净 剩菜准备放进冰箱里 想着晚上还可以继续吃 这时他灵光一闪 现在不就是离开的最好时机吗 情敌变成男朋友 两个人竟然还有个家 这是趁他失忆要他命吗 但是他是假装失忆啊 这是什么情况 林云帆思考着 季沧海为什么要带自己回家 猜想一 他察觉到自己在说谎 想揭穿后嘲笑自己 但根据他一系列的表现 显然不成立 猜想二 他以为自己是真的失忆了 并且心生内疚 决定负责 于是才把他带回家照顾 这么想果然合理多了 林云帆不禁感慨 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 他竟然变得这么成熟 不计前嫌了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 还是走为上策 但是为了自己的良心 林云帆还是决定 留张字条解释一下情况 可左找右找都不见指和比 他不禁疑惑 这个屋子真的住过人吗 这时他注意到 电脑桌上放着一张 装在木制相框里的照片 林云帆拿起一看 是高二那年运动会的照片 照片里 五官上亲自的季沧海 手里拿着奖牌 表情毫无波澜 林云帆感慨着 那时候是真年轻啊 这时他在相片右下角 看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是荣战 那个时候 整天跟在季沧海身边的 Omega 林云帆十分疑惑 季沧海已经有爱人了 为什么还要编我们俩订婚的谎话呢 他突然一愣 竟然在照片左下角 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照片里 他翻着个大大的白眼 还暗戳戳地比了个不雅手势 真够幼稚的 林云帆心想 季沧海选照片的时候 肯定没注意到这处角落 不然不会将如此隔音人的照片放这 放下照片后 林云帆又翻箱倒柜地 找了半天纸和笔 却一无所获 再找下去 季沧海都要回来了 于是他决定先跑路 五分钟后 他觉得是上天在和他开玩笑 因为这个固若金汤的门 他不晓得要怎么开 作为一扇门 你除了防贼 还得考虑如何轻松便捷地让主人打开 你知道吗 你看 有门离你吗 林云帆崩溃了 这门到底怎么开啊 这时 门外传来清脆的暗箭声 是季沧海回来了 林云帆吓得连连后退 却被斜绊倒 惨烈摔倒了 季沧海一进门 就看到林云帆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连忙问他在做什么 林云帆尴尬至极 没事 我看这天花板挺好看的 哈哈 季沧海反应过来 快走走向前 你这是摔倒了吗 然后一个公主抱 把人抱了起来 假装失忆 被情敌关在家里 是中什么体验 林云帆想要逃跑 却被一道门担住了 就在他教训这个 不听主人话的门的时候 季沧海却回来了 看他腿脚不便 直接一个公主抱给人抱了起来 身为一个有尊严的Alpha 接连两次被抱 林云帆下意识就要抗拒 可对方不但不放 还像抱毛绒玩具一样 把他忧来忧去 林云帆小拳紧握 真想给他的大鼻洞 这时季沧海把他抱到沙发坐下 然后霸躲上身 低压着嗓音说道 别到处瞎走还摔倒 老老实实待着 他抬起林云帆的手 仔细地检查着伤口 林云帆尴尬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说没事 我去车库取些东西上来 季沧海说完就往门口走去 林云帆盯着他的动作 想要看看门到底是怎么开的 只见他轻轻按了一下门上的按钮 林云帆无语 这难道就叫高端的机械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操作吗 尽管知道门怎么开了 可线下不是逃跑的好机会 只能再做打算了 不多时 季沧海拎着生活用品盒 换洗衣服回来了 然后走到林云帆面前 这是给你买的睡衣 你看看喜不喜欢 不喜欢我再去买 摸着睡衣的丝滑触感 林云帆说喜欢 喜欢就好 我去帮你洗轰一下 等一下你就能换上 林云帆简直目瞪口呆了 实在想不通 对方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明明曾经两个人 是那么的水火不容 然而季沧海微微一笑 我不是说了吗 我是你的爱人 爱人之间相互照顾 不是应该的吗 他走到沙发上坐下 看着林云帆问道 以前的事你还记得多少 林云帆心虚极了 单笑着说自己都不记得了 季沧海自顾自的说着从前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我十二岁那年 那时的我和现在判若两人 所以我一直想问你 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只可惜你都忘了 林云帆看着手里的水杯沉没着 他没有忘 并且清清楚楚地记得 两个人相遇的那天 十年前 林云帆第一次见到季沧海 是在教师办公室 瘦小的季沧海 无措地站在老师面前 被同学欺负了却不敢吱声 老师告诉他 季沧海的父母亲从来不管他 所以即便是老师也没有办法 缘分是种说不清到不明的东西 到了晚上 林云帆就再次见到了季沧海 只见瘦小的季沧海 一个人坐在了角落里 无聊地摆弄着手里的玩具 眼前这个丰批偏执霸总 曾经也是个原生家庭不幸福的小可怜 但是他遇到了生命里的光 照亮了他本来灰暗的人生 十二岁那年 林云帆注意到瘦弱而孤独的季沧海 总是一个人坐在花坛边上 时而发呆 时而看书 然而在一个平常的下雨天 两个人开始了交集 这天林云帆被雨淋得着急忙慌地往家跑 途中他看到季沧海孤零零地站在雨里 一动不动地任雨淋着 少年的心总是火热而带着温暖的 林云帆想也不想朝着季沧海走去 关切地询问下雨怎么不回家 季沧海明显吓了一跳 磕磕巴巴地说自己不能回去 尽管他并不能说出自己 为什么不能回家的理由 林云帆依旧热情地邀请他去自己家里避雨 就这样 他一把拉起季沧海的手往自己家里跑去 林妈妈为人十分和蔼 给两个小朋友拿了毛巾擦脸 还督促一起去洗个热水澡暖暖身子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关心 季沧海却感到惩慌惩恐 两个人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 季沧海穿着林云帆的衣服出来 因为太过瘦小 显得衣服过于松松垮垮 林云帆觉得好笑 伸手一直扯着衣服 逗弄得季沧海不知所措 又不知言语 最后林妈妈天降正义 一巴掌拍在林云帆捣乱的爪子上 制裁了林云帆 与停后 季沧海懦懦地说自己可以回家了 就不继续打扰了 出门前 季沧海小小声对林云帆说了一句谢谢 林云帆咧嘴开朗地笑 笑容似春灰暖阳 不客气 第二天 季沧海特意在路上等着林云帆 把衣服还了回去 看他总是沉默不语 林云帆主动提出带他去玩篮球 季沧海震惊地抬起头 因为从来没有人主动和他一起玩 林云帆揽住他的肩膀 笑容十分阳光开朗 男孩子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简单 一起打个篮球 就成了最亲密的朋友 从那以后 两个少年相约一起玩 一起分享 在彼此童年里留下了深刻的回忆 这天两个人打完篮球 正痛快地喝着凉水 林云帆看向总是低着头 用厚厚的刘海 遮挡着眼睛的季沧海 他突然伸手撩起对方的头发 你这头发不碍事吗 为什么不去剪剪 几沧海慌乱地抬起头 两个人近距离对视着 林云帆一愣 因为几沧海习惯性低头 所以林云帆从未久久 直视过他的眼睛 现在细看 几沧海的眼睛 仿佛藏着星宿月韵的莫眸 精致的不像话 小霸总只是剪了个刘海 就从小邋遢 变成了小男神 完整的五官露了出来 十分的清俊俊义 林云帆忍不住夸赞道 你的眼睛真好看 好像藏了星星 于是星星 从几沧海眼眸深处下坠 坠到心里 开始生根发芽 然而不被宠爱的孩子 总是格外的心事重重 因为害怕妈妈 会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果然等林云帆 再次见到几沧海时 就看到他一个人 蹲在路口哭泣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几沧海哭得泪眼婆娑 他说的对 我不应该出声的 没有人喜欢我 他们都讨厌我 你们都有人喜欢 只有我没有 林云帆掰正几沧海的肩膀 让人看着自己 到底怎么回事 是因为剪头发 你妈妈生气了吗 几沧海哽咽着 让他不要管 我怎么能不管你 我们不是朋友吗 几沧海愣愣地抬起来 朋友 你不会觉得我很烦吗 我阴郁弱小 什么事都做不好 林云帆连忙说道 我觉得你很好啊 这句话像救命稻草一样 让人生出希望 几沧海焦急地拽着他的袖子 你会喜欢我吗 林云帆想也没想就回答了他 我当然喜欢你啊 我们早就是朋友了 以后肯定也一直是朋友 几沧海眼里生出渴求 你抱抱我好吗 林云帆没有犹豫 伸手将他紧紧搂进了怀里 朋友的怀抱如此的温暖 给了几沧海无形的力量 让他心情渐渐平复了下来 可等林云帆再次询问原因时 他却还是闭口不答 只是提出 可不可不去你家里住一晚 晚上 几沧海睡在林云帆的身边 以为林云帆睡着了后 便小心翼翼地靠了过去 然后用额头抵住林云帆的 被寻求温暖 其实林云帆没有睡熟 他感觉到了对方的动作 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 用手轻轻拍打着几沧海 没事 我在 几沧海安心地 把自己全进他的怀里 睡了过去 第二天 几沧海就像个没事人一样 到完泄后就离开了 和以前不同事 他总会反复和林云帆 确认喜不喜欢自己 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 每次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他会安心地输了一口长气 一切事情的转变 都发生在初二下学期 少年们都要迎来了第二性别检测 分化成Alpha还是Omega 成了同学们口中热议的话题 几沧海也一脸担忧 我可能会分化成Omega 林云帆文言愣住了 怎么突然这么说啊 小Alpha却一心想分化成Omega 只因为想要喜欢的人的标记 几沧海试探性地说道 我可能真的会分化成Omega 胜利老师说 Omega有80%的可能会生下Omega 我妈妈就是Omega 所以我极有可能也是Omega 林云帆脑子乱子 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些 想到今天同学们都在讨论的问题 没有人愿意分化成Omega 不光要吃抑制剂 还只能做个依赖Alpha的弱者 难道几沧海是害怕分化成Omega 会被欺负吗 林云帆当即拍着胸脯保证道 别怕 如果你真的分化成Omega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几沧海笑了起来 会一直保护我吗 当然了 我们是朋友吗 听到朋友两个字 几沧海脸色顿时沉了下去 如果我真的分化成Omega 而你分化成Alpha 你能标记我吗 这一问着实给林云帆吓了一条 不知如何回答 不是说会一直保护我吗 林云帆连忙说道 这是两码事啊 标记你不就等于剥夺了 你日后选择伴侣的权利吗 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怎么能茫茫壮壮的决定呢 几沧海绝静上来了 那你临时标记我吧 临时标记总会消失 这样总可以吧 以为他是害怕被欺负 林云帆只好安慰他 就算不做临时标记 也会保护你的 几沧海失落的低下头 都说Omega发热期会很难熬 如果你愿意临时标记我 我就不用忍受痛苦了 林云帆被他的未雨绸缪整迷糊了 可是我们还没测呢呀 几沧海此刻却显得十分固执 如果你真的是Alpha 我真的是Omega呢 片刻沉默后 林云帆郑重地点了个头答应了 几沧海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真的吗 林云帆向他许诺 如果我真的是Alpha 你真的是Omega 我会临时标记你 直到你不需要的那天 一个月后 第二性状检测结果出来了 几沧海拿着检测结果的信封 正站在树下等着 林云帆一路小跑到约定碰面地点 感觉周身燥热 手心和后颈都出了层薄汗 两个人 你看我 我看你了 一时之间不知该说点什么 林云帆率先拆开信封打开 不由的一阵紧张 直见上面写着Alpha字样后 终于松了口气 紧接着 几沧海也紧张地拆开信封 可结果却让他一阵瞳孔地震 看他过于震惊的神情 林云帆吓了一跳 怎么了 真是Omega 你别害怕 有我呢 他看向纸上的字 上面赫然写的是Alpha 他松了口气 拍了拍几沧海的肩膀 笑着说道 太好了 你不是Omega 太好了 哪里好了 这冰冷的态度 给林云帆弄得一愣 这样你就再也不用担心 发热器的问题了 也不需要我的临时标记了 几沧海却冷言冷语道 你还真的不想标记我啊 之前装得很辛苦吧 林云帆简直一头雾水 我没有装 如果你真的是Omega 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我们是朋友 谁知几沧海听到这句话 突然抱走了 抓着他的衣领大喊道 谁 要和你做朋友啊 林云帆被扯得一个亮脚 不明白 对方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 自己做错什么了吗 难道是老实讲的 青春期Alpha之间 存在明显的争斗 这时空气里传来了 一阵淡淡的香气 他下意识寻找着来源 几沧海双手紧紧 抓着他的肩膀 此刻显得更加失控了 你在看什么 原来是旁边不远处的一个女生 发热气昏倒了 这瞬间刺激到了几沧海 他一把捂住林云帆的口鼻 不准闻 不准看 看着我 你只能看着我 林云帆本就有些头昏脑胀 这一捂顿时难以呼吸 身子直直倒了下去 他隐约看到 有老师过来 把几沧海拉开了 彻底昏倒前 似乎看见几沧海 在崩溃大哭 为什么我也是Alpha 为什么呀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 是在医院里 妈妈告诉他 是有Omega同学 发热气 忘记吃一致剂 他被刺激到 导致信息疏紊乱 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林云帆连忙 问起几沧海的情况 可林妈妈却说不知道 住院这段时间 有很多同学都来看望他 可独独几沧海没有来 林云帆不仅有些怅然若失 本来打算 只要他向自己解释清楚 为什么说那些伤人的话 就和他重归于好 可最终本来的不是解释 而是对方休学了 直到一年后 林云帆在高中 又重新遇到了他 男人编剧能力一流 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不仅把情敌骗回了家 还编了一出两人相爱的大戏 少年时期 林云帆和几沧海 都分化成了Alpha 可几沧海却一心想做个Omega 这样的结果 导致两个人爆发矛盾 从此势不两立 可现在到了几沧海嘴里 事情却变了个样 幼时的遭遇 让我很想成为Omega 所以看到整段单后 我情绪崩溃 朝你吼了几句 不过我立刻后悔了 哭着向你道歉 幸好你没有生气并答应我 就算我是Alpha 也会一直陪着我 林云帆听完他的话 简直要裂开了 这和事实大相径庭 我们这就和好了吗 对 和好如初 每天照就一起上学放学 林云帆满心疑惑 怎么假装个失忆 就被对方篡改记忆了呢 这时几沧海 起身终止了这个话题 催促着让人赶紧去休息 但是睡哪里成了问题 毕竟他心里清楚 两个人并不是情侣关系 可几沧海整个人 显得兴致勃勃 对同床共枕 有种莫名的期待 真是舅舅的母亲 恋二胡用钢琴就离谱 林云帆往沙发上一躺 准备就睡这 从小到大他都没有 和别人同床睡过 万一睡姿太差 磨牙梦游怎么办 万一迷迷糊糊 把假装失忆的事 说出来怎么办 这时几沧海又坐了下来 你觉得这沙发舒服 看林云帆连连点头 他又继续说道 这套沙发是我们一起挑选的 他到家的那天晚上 我们在这上面 林云帆顿时惊了 逗地主炸金花 除大帝 还是看夜光手表 说话怎么说一半的 还笑得这么意味不明 毛骨悚然 几沧海低头暧昧的靠近 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 林云帆真想给他个大鼻都 没有的是 有个什么印象啊 明明都三年多没见了 一起选沙发这种鬼话 是怎么脸不红心不跳的 说出来的 几沧海越靠越近 声音带着笑语 那我们情景再现一下吧 或许你就能想起来了 真是钟魁老眼昏花 这是什么鬼啊 林云帆老脸都羞红了 几沧海不会是要亲自己吧 他手下一时推锯着对方的肩膀 阻止他的靠近 几沧海虽然料到是这样 但还是有些失落 他起身站了起来 不闹了 你睡主卧 我睡客卧 快去休息吧 林云帆有些不自在 我睡主卧吗 我可以睡客卧的 然而几沧海一句话给他堵了回去 这是我和你的家 你睡主卧有什么问题 晚上 看着林云帆睡下后 几沧海走到玄关把门反锁上 才终于安心地露出了笑容 腹黑男人把失忆的情敌骗回了家 每天都要把门反锁上 才能安心睡觉 可林云帆本就是假装失忆 眼看着事情走向逐渐的离谱 于是屡次想要逃跑 却不知自己已经掉入了对方的圈套里 早上林云帆醒来 看着陌生的环境正在发愣 腹黑男人拿着本书走了进来 他走到窗前 拉开窗帘 问道 昨晚睡得好吗 本就是寄人篱下 林云帆可不敢说半个不好 早餐放在桌上 你洗书后记得吃 抱歉不能陪你一起 我得去公司了 然后拿出一本书给他 我担心你一个人在家无聊 给你准备了几本书 林云帆头顶一片乌鸦飞了过去 学前十字是什么鬼啊 只见己沧海恋爱的说道 你失忆了 真是离了大谱了 我是失忆又不是傻了 己沧海指着书上的字 一脸认真的问道 那这两个字怎么读 林云帆宝贝两个字 毫不犹豫地说出口后 才知道上了他的当 真是损的朋友和损打招呼 你好损 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随即对方又拿出一个新手机递给他 你的手机摔坏了 我给你买了个新手机 然后扬起万年不变的笑容 说自己去上班了 林云帆摆弄的手机没有抬头 随口说了一句 路上小心 早点回来 己沧海却突然压低身子靠了过来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可以再说一遍吗 弄得林云帆十分不自责 乃居 路上小心 早点回来 己沧海眼眸弯弃 说出了一句十分惊人的话 我可以亲你吗 林云帆脑袋一片空白 没有回应 却也没有拒绝 只见对方轻轻在他额头上落下一吻 又达成了一个目的 腹黑男人笑容灿烂地准备去上班了 留下林云帆在原地心脏狂跳个不停 三分钟后 他羞愤地捂着脸 一个诡异的想法应然而生 己沧海该不会喜欢我吧 男人被情敌关在了家里 可他却天真的以为是门出了问题 殊不知腹黑情敌对门做了手脚 导致他三番两次都逃不出去 逃跑失败的林云帆 只能任命地看书打发时间 不多时 己沧海回来了 拎着给他带的晚饭 林云帆打开包装盒 看到菜后愣住了 竟然是一道红烧排骨 他下意识看向一旁的手机 因为刚刚给打工的餐馆打电话时 提到了红烧排骨 现在就看到己沧海给买回来了 这让林云帆觉得莫名的诡异 这时己沧海从后面靠了过来 吓得林云帆手一抖 眼看着餐盒就要掉到地上 己沧海眼疾手快地接住了 红烧排骨不是你最喜欢吃的吗 林云帆困惑 你是怎么知道的 己沧海却回答得从善如流 我是你的男朋友 我当然知道 可事实上 己沧海不是他的男朋友 红烧排骨也不是他最爱吃的菜 在餐馆打工时 由于生活窘迫 林云帆常常把剩菜打包拿回家 餐馆老板看到他拿剩菜 也只好解释 自己是喜欢吃红烧排骨 从那以后 餐馆里的人就都以为他爱吃 常常员工餐都要准备这道菜 可他和己沧海三年多没见 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 喜欢吃红烧排骨呢 除非他监听了手机 这个想法太过于毛骨悚然 林云帆惊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是这样 那他肯定也知道自己是假装失忆的 己沧海见他脸色煞白急忙询问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可现下林云帆一肚子疑问 对方为什么没有拆穿他呢 林云帆猛地偏过头 躲开了对方伸过来的手 己沧海僵在了原地 眉头微微促起 可不消片刻就恢复了正常 从容地收回手 我吓到你了吧 如果你有哪里觉得不舒服 一定要跟我说 先吃饭吧 林云帆只好将满心疑惑 暂时放了起来 若有所思地吃了几口饭后 突然开口 你这个门要怎么开 己沧海一顿 明知顾问地说什么门 就玄关那个门 今天有人敲门 我想开 但是一直打不开 己沧海淡淡说道 那吃完饭 我教你开门 看他答应得这么快 林云帆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出反常必有妖 己沧海表面上教他开门 可一样的步骤 他自己能打开 林云帆却打不开 己沧海略带歉意地看着他 我很久没有回来了 其实家里的很多东西 我也不懂如何操作 得找到说明书才行 等晚上我找一下 先别管他了 我去拿药箱给你换药 说完就把人糊弄走了 可林云帆内心十分焦急 他还要出去打工还债啊 己沧海温柔地拿着棉签给他上药 还温柔地问他疼不疼 看对方说不疼 又无奈表示 你总是这么说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看到你对我撒娇 这要求对一个身高马大的Alpha 着实有点过分了 林云帆对于他的恶趣味 表示不敢苟同 下午林云帆 趁着己沧海回公司上班 准备再一事究竟 就不幸征服不了这个门 而己沧海眉头紧锁 正紧紧盯着电脑屏幕 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疯批男人为了把情敌留在身边 竟然不惜打断对方的腿 本想一直把人关在家里 可奈何林云帆不惜撬索 也要离开 己沧海看着电脑屏幕里的一举一动 快要急疯了 一路风风火火 急忙赶回家把人拦住 两个人都心怀鬼胎 不敢明说 林云帆假装失忆 本想要自己偷偷撬索离开 而己沧海内心阴暗 故意指使门不放对方离开 眼看一记不成 于是又心生一记 己沧海打了一个电话后 借口有事就匆匆离开了 林云帆趁他不在 于是想偷偷溜走 奇料这一切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中 还没等他走出小区门口 就遇到了之前要债的人 真是曹操被食欲讲干 脑霉透了 林云帆被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控制住 还捂着他的嘴 下一秒就被一阵强烈的电流击晕了过去 他被人一路拖向一个昏暗的巷子里 一个被投难流里流气的邪校者 竟然躲到这种高档小区里 给哪位老板上门服务去了 你现在还钱 立刻放你走 还不了钱 在我那做事 早点把债还清 林云帆冷静地观察着情况 寻找着机会逃跑 谁知下一秒角 直接被人拿石头砸断了 尖锐的腾痛刺的他 忍不住尖叫起来 浑身都冒着冷汗 根本没办法逃跑了 林云帆强忍着剧痛 这时候 宁可争个鱼死网祸 也不能束手就擒 他捡起手边的石头 一副拼死的架势 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帮人得逞 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惊得林云帆睁大了眼睛 只见几仓海 迈着英雄救美的步伐 走了过来 一把江人护在身后 拖有一副 有什么事都冲着我来的架势 他欠了多少钱 我帮他还 连本带利还差三十六万 几仓海掏出手机 痛快地转了仗过去 把这帮流氓打他走后 几仓海心疼地询问他有没有事 林云帆摇了摇头 看到他的脚受伤了 又半蹲下来 要背着他走 林云帆安心地趴在他的背上 心情十分地复杂 你不问我点什么吗 几仓海语气淡淡的 你失忆了 我又能问出什么呢 林云帆此刻想说出真相 可花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只说会尽快把钱还上的 回到家后 医生帮林云帆 把受伤的脚踝处理好后 几仓海又询问 这个商要注意些什么 医生简单告知情况后 他情不自禁地勾了勾嘴角 看来林云帆这几周 都可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了 晚上 几仓海接到了一个电话 记懂 今晚的事 办得您还满意吗 几仓海微不可查地N了一声 满意就好 我那兄弟是练过的 会控制力度 绝对按您说的 不会留下后遗症 上次是我们失误了 您说抓下楼就好 我们也没想伤害他 结果这小子竟然敢跳楼 挂断电话后 几仓海直接把通话记录删除了 他单手掩面 想藏好自己的情绪 口中却情不自禁地 发出振振失笑 封批男人向情敌表白了 可这份感情里 却掺杂了欺骗和谎言 为了把人留在身边 收留照顾他 还替他还上了 之前欠的债务 这铺天盖地的好 让林云帆问出了心理的话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几仓海先是一愣 随后又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这样问让我很伤心 他单膝跪下 声音十分地温柔 我以为自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看来我还得做得更好太心 几仓海深情款款拉住他的手 林云帆 我喜欢你 听见他这样说 林云帆的心莫名地跳了一下 片刻后他开口问道 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我们都是Alpha 信息素无法互相吸引 也不会产生欲望 几仓海打断他的话 这根本就不重要 要不然 怎么从来没有改变我的心意 林云帆再次猛在了原地 他的意思 难道是以前就已经喜欢我了吗 可明明高中时 还因为Omega打不架 几仓海开口 印证了他的想法 在你还不是Alpha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了 知道你是Alpha之后 我依然喜欢你 林云帆嘶嘶哀哀的 想问那个Omega的事 可现在还是失意人设 没办法直接问 突然他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看见你 放在书房里的照片了 你身后那个 应该是Omega吧 几仓海一言不发 转身离开了房间 林云帆这才有些后悔 明明很寻常的问题 说出来后 却感觉酸不拉几的 不多是几仓海 拿着照片回来 指着右下角 这是你 这张照片 是我们高中唯一的合照 所以我把它摆在了书房 与他们无关 真是够射死的 昨天他还在祈祷 不要被发现 结果今天就被告知 是因为他才摆的 这时几仓海走到床前 温柔地替他盖好被子 今天先安心休息吧 以后我会慢慢和你说清楚 晚安 临出门前 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回过头说道 你刚才说我对你没有欲望 只上谈兵不可取 时间大于理论 我已经忍得很辛苦了 希望你别再说这种话刺激我 林云帆老脸一红 正正半天没有说话 他高中明明处处和自己作对 现在却这么直接地表白 难道是因为失忆的事吗 如果他知道自己在假装失忆 那他们的关系 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和谐了 早上林云帆突然被胃病痛醒 他浑身站立着 想去接杯温水 可因为脚受伤 根本没办法下床 这时 纪沧海出现在门口 紧张地询问他怎么了 然后匆匆倒了一杯温水 把人扶起来 一手将他揽进怀里 套在自己的肩膀上 一手给他喂水 林云帆本就疼得一时模糊 也没有纠结两个人的姿势 和被喂水的问题 完事之后 纪沧海温柔地将人放回床上 又开始拿着热毛巾 耐心地给他柔味 林云帆的心都似乎被他捂热了 纪沧海 谢谢你 这时门铃突然想了起来 只见他们昨天讨论的那个 Omega正站在门外 疯批男人 先是背地里找人 打断了情敌的腿 表面上又化身温柔好男人 无微不至地贴身照顾 少年时期的处处挑衅 其实不过是想吸引对方的注意罢了 而那个引起争端的Omega 也不过是个工具人 关键时刻促进二人的剧情发展 不需要时连门都不让进 纪沧海拿着熔战送来的药 和小米粥来到林云帆的房间 他低眉浅笑 把药放在手心里 递到林云帆嘴边 林云帆张开嘴 伸出舌头去卷药 纪沧海感到掌心微微发芽 直至蔓延到心里 伺候人吃完药喝完水后 又温柔地吹着小米粥喂给他喝 这无处安放的男友力杂的林云帆 阵阵发猛 你不用上班吗 纪沧海一愣 我请假了 你生命我不放心 这贴心的发言 林云帆喝的粥都被呛到了 太久没有感受到被关心和照顾 实在容易产生依赖 可奈何脚受伤 暂时不能走路 林云帆就没再想着离开了 两个人在一起玩游戏 聊天 看电视 明明三年未见 相处时却意外和谐 两周后 林云帆尝试下地走路 脚已经不那么痛了 他开始思考 是不是要把假装失忆的事 告诉纪沧海 如果告诉了 他会生气吗 生气的话 应该怎么道歉呢 这时 几沧海沉思片刻后同意了 正好周末 我们一起出门逛逛吧 这无疑是打瞌睡时 有人送枕头 太合时宜了 两个人穿戴整齐后 几沧海伸手想牵着林云帆 奈何对方不解风情 竟然来了个机场 看着微微发红的手心 几沧海无奈又失落 他一路开着 车带着人来到了一起上学的高中校园 失忆人设的林云帆 还装作一脸惊讶 那一定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吧 可惜我都不记得了 几沧海被他的样子逗得五嘴浅笑 你笑什么 我觉得你很可爱 我和可爱哪里挂钩了 几沧海突然靠近 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觉得你哪里都和可爱挂钩 这么直球的告白 弄得林云帆老脸都红了起来 走在高中校园的路上 那些陈峰的回忆都顷刻浮现出来了 几沧海唯唯诉说着 从前两个人的事 也解释了为什么总是争锋对决的原因 初三那年我出国了 我们因此断了联系 回国后 打听到你在这所高中 我就考进来了 我知道你生气了 想和你解释 可是你的朋友太多了 我走不到你身边 我们之间好像有堵无形的墙 无论我怎么努力 你都看不到我 直到期中考试公布成绩那天 我才发现 原来我可以用成绩 引起你的注意 从那天起 我开始处处和你作对 挑衅你 惹怒你 尽管这很幼稚 听着这些前程往事 林云帆尴尬得不知所措 可随后 他简直要怀疑自己的耳朵了 直见几沧海又开始胡编乱造了 毕业前夕 我们即将各奔东西 所以我向你告白了 林云帆都听傻了 他当时明明休学了 哪来的告白啊 而且他身边不是还有个Omega吗 可更傻眼的还在后边 几沧海笑得如沐春风 而且你答应我的告白了 林云帆下意识地反驳他 我怎么可能答应啊 随后又想起自己是失忆人设 慌慌张张地解释 我就是觉得奇怪 刚刚还说我两道的不可开交 你突然表白 我怎么可能答应啊 然而几沧海笑着反问道 世间是存在奇迹的 对吗 看着对方满是期待的眼睛 林云帆根本说不出否定的话 几沧海立刻没开眼笑 总之我们在一起了 没有告诉其他人 这是只属于你我的秘密 争锋对决多年的情敌 竟然说喜欢我 好像年少时那些争吵 书里似乎并没有发生过 几沧海给自己支救了一个并不真实的回忆 回忆里林云帆答应了他的告白 他们在茫茫人海中彼此寻觅 心有灵犀 他们第一次约会 第一次牵手 第一次在月光下深情拥吻 这些美好的回忆 都令他难以忘记 几沧海边故事 说得十分流畅和真实 好像在脑子里 无数次幻想过这些场景 他和林云帆的曾经 没有争吵和矛盾 只有悸动和青涩的爱恋 可林云帆只是假装失忆 他清楚地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 只是他突然意识到 几沧海原来是真的 很喜欢自己 看他一直发呆 几沧海伸出手在眼前晃晃 我今天说的话太多了 是不是烦到你了 林云帆连忙说否认没有 两个人说说笑笑 来到了一个花店 本想随便逛逛 奈何花店老板十分热情 今天玫瑰打折 如果两位想给各自的爱人买花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几沧海顿时不乐意了 宣誓主权般地搂住林云帆的肩膀 各自的爱人 怎么 我们看起来不般配吗 花店老板一愣 可两位都是Alpha啊 林云帆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明明把信息素位到隐藏了 因为两位先生的样貌太出众了 还有我是Omega 所以能感觉得到 毕竟Omega和Alpha会本能地吸引 于是收起那些冷漠 语气温和的解释 是因为店里的香水味太重了 觉得不太舒服 两个人回到车上 林云帆突然开口 你等我一下 我有东西落在花店了 要回去拿 说完就匆匆跑走了 几沧海顿时犯病了 陷入了胡思乱想中 他能有什么东西落在花店 他在说谎 他为什么要回去 刚刚在花店 他是不是对那个Omega笑了 他回去是想找那个Omega吗 凭什么只要身为Omega 就能轻而易举吸引他的目光 而自己却要如此的千方百计 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 几沧海封批的样子十分吓人 烦躁和焦虑压迫的他无法呼吸 我不该心软的 不该看见他 一直望着窗外就带他出来 他拿起电话 声音十分平静 你之前说 小腿骨折 需要卧床多久 还没等到回话 这时车窗被人扣响 林云帆笑眯眯的脸 映在车窗上 看着人打开门坐进来 几沧海声音冷冷地质问他 有什么东西落在花店 没等他说完 只见林云帆 把藏起来的玫瑰举到了眼前 弄得几沧海当即错愕在原地 为什么 觉得你会喜欢 难道你不喜欢吗 几沧海答得很快 喜欢 趁着气氛正好 林云帆鼓起勇气 几沧海 我有话和你说 其实我没失忆 之前都是我装的 我骗了你 几沧海文言一愣 眼里浮现出疑惑 惊讶和愤怒 他现在坦白一切 是为离开做准备吗 看他没说话 林云帆颇感意外 你不生气吗 我骗了你啊 如果你是说 假装失忆这件事 我不生气 这是传说中的恋爱脑吗 被骗了这么久都不生气 几沧海开口询问 所以你现在是什么打算 要离开吗 说着手 一边默默地把车门锁上 我想先回出租屋 收拾下东西 租期快到了 不能给房东添麻烦 然后因为你替我还了钱 我的债主现在是你 所以我想 只要你不嫌弃 我想和你住在一起 几沧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想和我住一起 对啊 债主得知欠债人在哪才能安心啊 是不是 如何将林云帆关在家里 哪里也去不了 可现在 他突然不想那么做了 几沧海抱着玫瑰花 心情顿时多云转情啊 云帆 别去打工了 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吧 封批男人前一秒还在想着 如何把情敌关在家里 下一秒便风回路转 竟然要送情敌去上大学 几沧海在收到玫瑰花后 心情顿时多云转情 复学吧 去把大学读完 林云帆默然间红了眼眶 他真的可以去再次追逐梦想了吗 曾经因为无依无靠 遍体鳞伤的他 遇到了可以拉他出泥潭的那个人 我真的很想很想回去读书 几沧海抽出一张纸巾给他 语气里是藏不住的心疼 能帮到你 我很开心 不过我有个条件 上学的时候 不许和别人太亲密 不然我会嫉妒到发疯的 这状四条情的话 直接给林云帆闹了个大红脸 我答应你 几沧海弯眸笑了起来 看着他的侧脸 林云帆有些无奈 一句理所应当的承诺 竟然让他这么开心 话说回来 刚才你听到我假装失忆 好像一点都不惊讶 为什么 几沧海面不改色 其实我隐约有猜到 林云帆失声大喊 这简直太丢人了 什么时候猜到的 送你进医院的那天 那你为什么不接穿我 林云帆话没问全 因为答案昭然若接 一切都源于喜欢 假装失忆 正好给了他照顾自己的机会 所以心甘情愿陪着演戏 林云帆羞愧难当地扶着额头 我还以为我演技很好 结果你早就猜到了 好想穿回去 把几天前的我埋进地里 几沧海倾笑出声 你的演技挺好的 太丢脸了 我还纳闷你 为什么没有大发雷霆 我为什么要生气 林云帆简直哭笑不得 因为我骗了你 如果你担心这个 为什么不说自己恢复记忆了 那当然不行了 林云帆说的斩钉截铁 我不想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 欺骗是绝对不行的 这句话说的几沧海心虚极了 眼神开始躲闪起来 只是小谎言而已 再小的谎言 几沧海脸彻底阴沉下来 自欺欺人般地安慰自己 一定不会有事的 他会把那些欺骗掩盖得很好 一定不会被发现的 他可以办得到 林云帆回到之前的出租屋 把房子退掉 然后和几沧海一起往二楼走去 准备收拾东西 几沧海在前面走到一间屋子 停了下来 林云帆笑道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间 说者无心听着有意 几沧海脸色微变 解释只是感觉这间像而已 林云帆好像傻白田一样 普京夸赞了起来 这都能蒙对 真厉害 刚一打开门 淡淡的梅味和灰尘就扑面来 他回过头说道 你在外面等我吧 我也没什么东西 随便整理一下就行了 林云帆的东西确实很少 只有常穿的几件衣服 和必备的正体 最重要的是他年幼时 和和父母的一张合影 此刻他有些心疼 照片没有保护好 已经微微有些卷颠了 几沧海在门口留意着他的动作 若有所思 两个人收拾完东西后回到车上 林云帆突然开口 你会讨厌在小餐馆吃饭吗 然而对方并不在意 只要有你陪着 哪里都行 林云帆松了一口气 我带你去个小餐馆 那里的菜很好吃 这让几沧海想到了 之前偷听林云帆 和别人讲电话的那个人 林云帆顿了顿 我家之前初老师欠了债 好在打工的餐馆里 大家都对我很好 可以说是我第二个家 几沧海面路难色 其实我今晚预定了一家餐厅 本来想带你去的 林云帆虽然觉得有些遗憾 却也不想让对方为难 那就先去你预定的餐厅吧 小餐馆我们下次再去 其实他不知道 对方内心阴暗的想法 只见几沧海面上一派平静 心里想的却是 林云帆不需要有第二个家 他们拥有彼此就足够了 人在什么时候会被感动呢 一个不经意的举动 一个微小的表情 都能被注意到并用心对待 这就是当下林云帆 真实感受到的 因为看到他和父母的合照卷编 几沧海就跑下楼 买来各式各样的相框 选一个你喜欢的 把全家福放进去 这样照片就不会卷编了 林云帆钻紧那袋相框 眼眶不仅有些湿润 他朗声喊着眼前人的名字 几沧海 下周我回学校 你会送我吗 学校里面很漂亮 我们去拍合照吧 把这些相框都装满 让这个空荡的房子 留点家的温馨 几沧海四十被他口中的家触动到了 也凭空生出许多相望 开口答应时声音都有些颤抖 可封批的人 永远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考虑事情 几沧海总是在做了一件 温柔贴心的事情后选择作死 林云帆给打工的餐馆打着电话 大家都很关心他 郑雄忙不迭地询问他 是不是被高利贷的人打伤了 林云帆连忙安慰到自己一切安好 有朋友的帮忙 只是不能再去餐馆打工了 我要复学了 大家都为他感到开心 挂断电话后 林云帆就开开心心地去洗澡了 而几沧海这边 听着手机监听软件发来的录音 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听见郑雄说 以后记得尝回来看看 他记得林云帆说过 餐馆是他第二个家 可林云帆不该也不能有其他去处 不然他就不会一直待在自己身边了 几沧海此刻十分地偏执 他不想和林云帆 再像高中时那样陌生 他只能看着我 得把其他杂物都铲除干净才行 他拿起手机发了一条信息 南西向的好在来餐馆 食品卫生有问题 关门 对方回复了一个明白 一周后 几沧海送林云帆 回到了曾经上的大学 林云帆笑容十分灿烂 满是重回校园的欣喜 你看那是美院涂鸦墙 上面好多有意思的作品 我们去拍一张 几沧海任他拉着拍照 固油的也被感染到了好心情 两个人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拍 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照片 这时几沧海突然开口 有件事 我一直忘了说 你能申请去校外住吗 别从家里搬出去 平时我可以接送你 如果你不答应 我会因为寂寞而死的 这明晃晃的撒娇 谁能受得了啊 林云帆立马举手投降同意了 他找到辅导员 申请校外住宿 可辅导员却劝他 下学期生大四以后 基本没有时间住宿舍了 不珍惜一下 和同学相处的日子吗 林云帆沉音片刻 辅导员见他纠结 于是建议他 先见见室友再做决定 林云帆回来 原来住过的宿舍 固油的有些紧张 刚想敲门进去 却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原来他在室友的印象里 就是个骗子 一个个恨不得 躲他巴士上开外 林云帆收回要敲门的手 沉默了许久后 他和辅导员说 还是帮我申请校外住宿吧 谢谢您 男人发了一条举报短信 南西向的好在 来餐馆食品卫生有问题 关门 只因为那里是秦迪的第二个家 挤沧海控制欲作祟 他不允许对方 除了自己 还有其他的去处 林云帆来到餐馆 想和大家分享 自己复学的喜悦 可却发现餐馆大门紧闭 新手机也没有联系方式 这时 餐馆的长客路过 看到了他并告诉他 前两天有个憋三道士 说是菜里有蟑螂 大闹一痛 又报警又投诉的 餐馆只好关门了 林云帆在这里工作了这么久 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餐馆一向很注重卫生问题 可却又想不通 为什么会这样 他回到和挤沧海的住处 明显看到对方脸色不佳 挤沧海开口询问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本想伸手安抚性地 揉揉林云帆的头 可又想到他 他应该不喜欢这样 于是善善地收回了手 下一秒 林云帆身子前倾 额头靠在挤沧海的肩膀上 这突然地主动 让他身子一僵 因为埋着头 他看不见林云帆脸上的表情 只好轻声询问 你还好吗 林云帆轻轻嗡了一声 没有动弹 挤沧海想了想 然后开口安慰道 你很努力 一直以来辛苦了 云帆 恭喜你赴学 林云帆感到眼眶酸酸的 胸口也闷闷的 本来以为自己是个坚强的人 但现在他真的希望 能有人来安慰自己 他忽然一顿 不是希望有人 而是希望这个人是挤沧海 林云帆无奈地笑了笑 挤沧海 怎么办 我现在好像没有你不行了 挤沧海伸出手 家人紧紧搂紧怀里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林云帆没有拒绝 而是张开双手回报他 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挤沧海放肆地勾起嘴角 笑容因太过张扬 显得有些扭曲 平静的日子过了一周后 林云帆半夜口渴起床 接了一杯水喝 突然他听到挤沧海的房间 传出一声痛苦的泥南声 他连忙推开门 只见挤沧海神情十分痛苦 口中断断续续发出喘息声 林云帆走近 想要叫醒他 听着一声声呼唤 挤沧海猛地清醒了过来 他大口喘息着 脸上尽是惊恐未定的神情 你还好吗 这是怎么了 挤沧海伸手抹去脑袋上的冷汗 我没事 就是做噩梦了 林云帆很是疑惑 做噩梦会让人跟兽形一样 那么痛苦吗 可挤沧海已经恢复了 往常的那种平静 似是不想再让他继续追问 于是勾着他的脖子 开起了玩笑 为什么大晚上跑我房间来 是想夜袭吗 如果是的话 我很开心 真是有够无语的 林云帆推开连忙他的手 解释自己只是睡不着 出来喝水时 听到屋子里有动静才来的 看他没事了 林云帆才转身 准备回自己房间睡觉 刚刚还在笑着 被他说完的挤沧海 在林云帆离开的那一刻 脸上强壮的笑容 净数收了起来 他撒谎了 其实他并不是做噩梦 男人被梦魇折磨了 整整二十几年 他总是看到 母亲流着眼泪质问他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在几沧海的印象里 母亲多数时间 都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但有时候 也会情绪突然地崩溃 会放肆摔东西 会高声喊骂 几沧海唯一的放松时间 是父亲来的时候 他可以外出待几个小时 他意识到 自己的家庭 跟别人的不一样 别人的父亲母亲 会关心照顾孩子 会带孩子出门游玩 会拥抱亲吻孩子 会对孩子说 我爱你 我喜欢你 这都是他不曾有过的经历 所以有一天 他放学回家问母亲 您为什么从来不说爱我呢 也从来不拥抱我呢 可母亲却神情麻木地 说他做不到 说不出口 后来几沧海大了一些 在这样扭曲的环境中 别扭地早熟了 他会主动给母亲 倒上一杯热水 虽然得不到一句夸奖 直到有一天 几沧海在凌云帆的鼓励下 剪了头发 母亲难得温柔地 揉了揉他的头发 轻声开口 你都长这么大了呀 几沧海满怀期待地问道 您觉得好看吗 母亲点头 嘴角也不自觉地扬了起来 那是他第一次看见母亲笑 所以一时激动起来 今天给我剪头发的那位爷爷说 我的眼睛长得像你 我也觉得 他的话没有说完 因为他看到母亲脸色大变 一瞬间变得惊恐 愤怒 无力 你不像我 你不应该像我 可你是我的母亲 我当然像你 母亲不停地摇着头 我不想当你的母亲 我不想的 你就不应该出声 年幼的几沧海 再一次被推进了万丈深渊 他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母亲用力地扣着后颈处的压印 那是Alpha标记 Omega留下的印记 你去问他 问他为什么要毁掉我 你们的长相越来越像我 都一样 令人恶心 他抑制不住身体的颤抖 冲到卫生间呕吐 几沧海终于明白 原来得到爱和喜欢 是件非常艰难 不可思议的事 获得爱 就是在等待奇迹的发生 可知道林云帆的出现 他觉得 他等到那个奇迹了 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奇迹 将他从黑暗中拉了出来 林云帆就像是一束光一样 照进几沧海的人生 让他明白 他不需要母亲和任何人的喜欢 因为他有了林云帆 高二十第二性状公布的那天 几沧海拿着领取检查单 找母亲签字 母亲签字后 很轻地说了一句 我希望你是个β 几沧海生平 第一次对母亲发了火 我会是个Omega 但绝不会成为 你这样的Omega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可天不遂人怨 几沧海得知 两人都是Alpha后 因为害怕被抛弃 朝林云帆发了火 亲手毁了两个人的感情 他们决裂后 几沧海回到家 等待他的是母亲冰凉的身体 他记不清那天是怎么度过的 只觉得脑子很混乱 得知母亲自杀 许久不见的父亲才出现 见他是个Alpha 于是才带着他离开 那天后 几沧海就患上了 严重的睡眠障碍 梦里母亲不断质问他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其实几沧海明白 并非是母亲在责怪他 而是他不愿意放过自己 情敌竟然提出要亲我一口 这一定是我做梦 还没有清醒吧 几沧海因为被梦魇折磨 日夜难以入睡 为了不让林云帆担心 于是和他撒谎说 只是做噩梦 可林云帆并不相信 做噩梦的人 怎么会和上脚星一样痛苦 于是一个月飞风高的夜晚 林云帆想偷偷一探究竟 他捏手捏脚 走到几沧海的门口 竖起耳朵 仔细听着屋子里的声音 果然又听到了几沧海 痛苦的声音 林云帆一个剑步 往房间里冲去 只见几沧海眉头紧锁 整个人都扭曲地滚动着 林云帆喊着他的名字 想要把人叫醒 可下一秒 几沧海把林云帆压在身下 大手死死按住他的脖子 显然还没有从 浑热的状态下清醒过来 几沧海眼睛飞快地眨了两下 许久才认出眼前的人 林云帆安抚性地 搂着他的肩膀安慰 好了 没事了 几沧海困惑地问道 你怎么在这 徐氏气氛有点压抑 林云帆开玩笑般地 说自己过来夜席 可紧接着他又严肃了起来 你果然骗了我 这不是普通的作恶梦吧 几沧海被问得十分心虚 磕磕巴巴地说不是 可具体怎么回事 他又不肯说 林云帆不悦地责了一声 稍加思索后便有了一个主意 纪总 我们做个交易吧 你和我说实话 然后我亲你一口 这诱惑力有点大 几沧海果然有点动摇 果然是他的精神状态 出现问题了吗 做梦应该没有这么真实吧 见对方这么坚持 几沧海只好松了口 听说过睡眠障碍症吗 这对于林云帆来说 确实有些陌生 这是病吗 几沧海解释道 偶尔一两次不是 但如果经常出现 就是病了 那你多久一次 几沧海沉默半想后说道 几乎每一天 林云帆眼里浮现出担心 这个病不能吃药治疗吗 几沧海点头 你叫醒会不会好一些 几沧海有点困惑 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只见林云帆像的机灵鬼一样 你搬来主卧睡吧 晚上你做噩梦 我来负责喊醒你 几沧海沉默了 然后无奈地叹了口气 云帆 你不该说这种话 他握住林云帆的手 我喜欢你 比你想象中更喜欢 让我躺在你身边 其实是在折磨我 林云帆忽然打断他的话 然后无比认真的看着他 几沧海 我们交往吧 情敌向我表白了 这是我做梦 梦还没有清醒吗 几沧海听到林云帆提出交往的话 由于过于震惊 直接愣住了原地 可下一秒 他被林云帆直接堵上了嘴 这是梦里他有过的情形 几沧海在错愕后 瞬间化被动为主动 专心享受起来 片刻后 两个人才分开 看着彼此 一切静在不言中 可很快 几沧海又像是饥饿的猛兽一样 再次稳住了林云帆 这炽热的吻 让人脑袋迷糊 可林云帆却清醒地意识到 原来几沧海没有骗人 喜欢真的和第二性状没有关系 许久后 林云帆拨弄着红肿的嘴唇 抱怨道 几沧海 你可真行 蚊子看了都自愧不如 几沧海笑得如沐春风 然后又凑过去揪咪了一口 林云帆傲娇静上来了 我要喝咖啡 不然今天得睡死在课堂上 几沧海笑眯眯地起身 我去煮 他离开后 林云帆接到了郑思青的电话 听到熟悉的声音 林云帆激动起来 你们还好吗 我上次去找你们 发现餐馆关门了 说是出事了 电话里郑思青告诉他 不用担心 餐馆在重新装修 大家都不在 让他不要跑空 林云帆这才放心下来 那我之后再去看你们 这时几沧海端着咖啡回来 问他是谁的电话 我打工的餐馆 上次他们被人举报了 现在没事了 而醉魁祸首几沧海听到 又是那个餐馆 不禁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早上几沧海来到公司上班 他听着手机监听软件 发来早上林云帆 和郑思青的录音 淡淡的烦躁 涌上了他的胸膛 几沧海伸手揉了揉眉心 昨天林云帆才提出交往 自己必须要冷静 对方已经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 现在没必要做多余的事 片刻后 他还是选择把手机里的 通话录音删除了 白到办公室后 几沧海和容战交代了一下工作 容战看出来 他的心情似乎很好 不禁问他 是不是发生什么好事了 这时一股强烈的信息 素味道传了出来 你快离开 等人离开后 他烦躁地把领带扯开 最近杂湿太多 导致忘记一感气药到了 几沧海拉开抽屉 拿出抑制剂 往手心里倒了两颗药 可就在要吃的时候 他犹豫了一下 几沧海若有所思地 看着手里的药丸 片刻后 他捏起一粒药 然后只吃下了一粒剂量 根本不够的抑制剂 几沧海拿着那颗 没有吃下去的药 脸上的小鬼剂 似乎快要溢了出来 风批Alpha一感气药了 但他有一只计不吃 就等着情敌送上门 为了自己的目的 几沧海特意在门口 等着凌云帆放学 看着人走过来 立马露出如沐春风的笑容 自从确认了交往关系后 两个人就变得格外粘腻 凌云帆主动送上一个香吻 几沧海也气势汹汹地 回应了这个吻 片刻后 凌云帆再也受不了地把人推开 他快要憋死了 两个人吃完饭回到家后 几沧海开始了他的小轨迹 平时剑步如飞的人在门口 竟然裂起了一下 凌云帆担心地扶住他 你怎么了 几沧海满身虚汗 但还是白白说说没事 我去房间休息一下 关上门的瞬间 几沧海嘴角放肆地勾了起来 就等着猎物主动过来了 而此刻猎物果然在客厅担忧地乱转 几沧海怎么突然不舒服了 难道是吃坏东西了吗 可自己也吃了 一点是没有啊 凌云帆不放心 还是走到门口敲了敲门 几沧海 你没事吧 你不说我就进来了呀 推开门口 几沧海正低头坐在床边 两手撑着额头 看不清脸上的神情 凌云帆快步走了过去 在闻到对方身上冷冽的信息素味道后 帮忙问道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一感气道了 你没有提前吃一只剂吗 几沧海没有回答 而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看着情形 凌云帆有些慌张 我去拿药 你等 还没等他话说完 就被几沧海握住手腕 往床上一摔 几沧海目光如炬地盯着他 意思不言而喻 但下一秒 凌云帆伸手捂住了他的嘴 几沧海 我也是Alpha 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相信 这么一回功夫 你就丧射了理智 以及你忘吃药这件事吧 然而一切话都敌不过一句撒娇 几沧海握住他的手有些委屈 帆哥 我难受 我不想吃药 这谁能受得了啊 凌云帆只感到脸颊震震发热 他一把搂住几沧海的肩膀 来吧 做你想做的 谁让我是你的男朋友 话音刚落 几沧海的信息素 孤天盖地的释放了出来 一时间 屋子的空气都变得稀薄起来 一赶气的Alpha 十分的黏人 凌云帆一洗完走 几沧海就立刻沾了上去 把人抱在怀里 几沧海袖着凌云帆的后颈 无奈地想着 要是Alpha也能被标记就好了 想着想着 便不自觉地一口咬了下去 直到鲜血渗出来后 几沧海猛地回过神来 然后十分慌张地 说着对不起 可凌云帆没有怪他 而是把人抱在怀里 轻声地安住着 好了 没事 没事 男人一边控制情敌 不离开自己 一边却要给别的Omega标记 你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 只因为他有一个更封批的父亲 在得知父亲即将回国的消息时 几沧海十分害怕 他和凌云帆现在的关系会被破坏 为了不被父亲发现凌云帆 几沧海只好撒谎说 要出差几天 两个人刚刚确认关系才没几天 所以一分一秒都舍不得离开彼此 凌云帆一一不舍拉着人 那你有空 记得给我打视频电话 几沧海抓住他的手 钻在手心里 你要好好在家 别乱乱 等我回来 凌云帆戳戳戳他垮下来的领 笑着说道 我每天学校离家里两点一线 能跑哪去 你该不会是怕我跑了 不还你钱吗 我是那种人吗 几沧海当然知道他不是 只是内心强烈的不安感 让他十分害怕 再次失去凌云帆 晚上几沧海再次陷入的母亲的梦眼里 母亲歇斯底里地喊叫着 因为我是Omega 他标记我 占有我 困住我 用我来解决一杆七 你说你不想成为他 但看看你做了什么 你体内流着和他一样的血 你和他一样恶心 母亲迷烂的五官扭曲着 血液滴滴落在几沧海的脸上 这时一声呼喊 将他从梦眼里拉了出来 几沧海意识逐渐清醒 看到了一旁一脸担心的凌云帆 总算醒了 你没事吧 几沧海摇摇头 我吵到你了吧 对不起 凌云帆眼里有着被惊醒的困顿 却无半分被吵醒的脑溢 他又想起噩梦中的母亲 有没有在那里看他 下一秒他被凌云帆拉进怀里 轻轻地拍着背 别怕 有我陪着你了 这感觉一如少年时 那个冰冷的雨夜 他被赶出家门 是凌云帆收留他 并在夜里给他拥抱 时过境迁 似乎什么都没有变 几沧海回抱住凌云帆 头轻轻搭在他的肩上 云帆 我喜欢你 真的很喜欢你 他重复地说着喜欢的话 因为太过喜欢 所以才想拥有 所以才使了些手段 几沧海知道自己在做错事 可是他却停不下来 早上几沧海开车 把凌云帆送去了学校 两个人依依不舍地道别着 我不在的时候 要好好照顾自己 凌云帆却更显担心 这句话应该由我说才对 万一你出差的时候 又做噩梦怎么办 要不还是被点药吧 几沧海弯毛答应 笑容却有些勉强 凌云帆点起脚 在他嘴角前前一尾 然后不舍地说道 记得早点回来 说完就挥挥手 准备去上课了 他刚一转过头 就被拉住了手 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会在家里等我吗 凌云帆笑容满面地答应着 马上就放暑假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在家里等你 几沧海又不放心地重复了一遍 一定要在家等我 那神情好像自己是一个 即将被抛弃的小狗一样 然而等凌云帆离开后 几沧海来到和荣战的房子里 只见荣战解开衬衫的扣子 露出后继 请临时标记我吧 男人撒谎说出差 其实是给别的Omega标记 而且还要订婚了 被蒙在鼓里的凌云帆 拿着没有消息的手机 一脸惆怅 本想将自己要实习的消息告诉他 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去 凌云帆的大学老师 推荐他到一家网游工作室实习 正好在几沧海的纵横集团旁边 想到面试成功以后 就能和几沧海一起上班 凌云帆充满了期待 他来到约好的面试地点 看着纵横集团恢红的建筑 忍不住挖了一声 这时旁边也有一个人 抬头挖了一声 凌云帆好奇地看过去 只见一个金头发的男青年 正冲着他耍帅 此人正是几沧海的哥哥几沧穷 被哥的帅气给弥倒了 我这颠倒众生的魅力 话没说完 凌云帆就翻着白眼走了 我要面试去了 我妈不让我和傻子玩 凌云帆进到大厦内 找到电梯 手刚想要按电梯按钮 恰好有个人也想按 两个人的手撞到了一起 凌云帆刚要说对不起 一抬头发现 又是刚刚那个男人 几沧穷自恋毛病又上来了 你难道是对我一见钟情跟踪我吗 凌云帆真是有被他无语道 对对对 我跟踪你呢 这时电梯到了一楼 几沧穷进去 率先按了十一层 然后就目光灼灼的看着凌云帆 凌云帆也尴尬至极 心想就是这么凑巧 我也要去十一层 更巧的是 两个人都走到了游戏工作室的门口 几沧穷这回真的有点怀疑了 你真的在跟踪我呀 凌云帆单手扶 我现在说没有 你会信吗 几沧穷突然反应过来 然后问道 你是爱面试的吗 凌云帆连忙点头 几沧穷老熟人似的 搂过他的肩膀 那快进去吧 别担心 面试肯定顺利 这时人士小姐姐走过来询问他 是不是教授推荐过来的学生 然后看到了旁边的几沧穷 老板 你怎么来了 几沧穷笑得跟朵士的说道 来视察你们的工作 只有凌云帆在一旁冷汗直流 没想到他竟然是老板 这么说 当当自己一直在骂老板是傻子 这时几沧穷电话响了 说自己去接个电话就走开了 凌云帆好奇地问人士小姐姐 我们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 人士小姐姐告诉他 几沧穷之前一直在国外 一周前回来创办了这个工作室 有钱有闲能力出众的富二代 听说跟纵横集团有关系 凌云帆简直汗颜 果然有钱人都是这么自信 片刻后 凌云帆拿着实习合同一连猛 没想到这样就面试成功了 好像没有想象中难 他掏出手机 准备告诉几沧海一声 没想到几沧海竟然回了信息 上面只有短短的 我很想你四个字 凌云帆感到满腔酸涩 又有些甜蜜 想立马拨通他的电话听听声音 可一阵盲线后 电话没有打通 刚刚才发了消息的人 这回就打不通了 他到底在干什么呢 而几沧海和荣战 此时正在机场大厅 原来是他的父亲回国了 记霸派头十足 像是和几沧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记妃走到两个人面前 开口第一句话 竟然是和荣战说的 小战有三年多没见了吧 有没有想伯伯啊 荣战惶恐不安 说话都不利索了 这时几沧海开口 父亲 城东郊区那套别墅 我已经让人收拾好了 您坐了飞机这么久 过去休息一下吧 记妃没有接话 而是突然伸手 向荣战脖子伸去 荣战惊恐极了 颤抖着捂住脖子 可记妃却态度强硬的 非要看看 没有办法 荣战拿开手 露出了后颈上的齿痕 纪飞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标记的齿印 真心啊 几沧海解释 前几天是小战的发热期 忍不住重新标记了他 说着一把搂过荣战的腰 毕竟我们小别盛新婚吗 比几沧海更丰批的 只有几沧海他爹 一回国就带着一个 和几沧海一般年纪的女人 还逼着几沧海叫妈 看美女的表情就知道 她身不由己 并非情愿的 几沧海强忍着内心 不是喊了一声妈 纪飞这才满意地 下一秒一个巴掌 就重重地打了过来 几沧海脸被打的一天 感到一阵活辣辣的疼痛 我会尽快谈成的 然而这个回答 并没有让纪飞满意 而是称怪他 如果四年前 乖乖听话标记 霍老爷子的孙子 这合作早就成了 说完 一把将资料 甩到几沧海身上 让他滚 临出门前 纪飞又吩咐 让他晚上 带着小战一起吃饭 到了晚上 纪沧海看着身侧的容颤说道 管住我的手臂吧 做戏做全套 两个人刚刚走到餐桌旁 却看到了一个意外的人 正是几沧海 同父异母的哥哥几沧穷 也是林云帆 要实习公司的老板 此刻他们都震惊到 瞳孔轻颤 嘴唇也微张起来 几沧穷率先打破沉默 好久不见 有三年多了吧 说着眼睛不油的 看向两个人 挽在一起的手臂 容颤似是被火锁到了一样 默然地收回了手 几沧海问道 哥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半个月前 本想等忙完这阵 再联系你们 但是被老爸知道了 他让我过来一起吃饭 几沧海心下了然了 既非是故意的 折磨容战 也折磨 纪沧穷犹犹豫豫的 开口问道 你们这些年 还好吗 说着眼神向容战 看了过去 容战忙低下头 眼泪就快要流了出来 七年前 容战的父母 都为纪家工作 繁忙时 也会常常把容战 带到纪家 多数时间 他都一个人 在工作间安静地看书 直到他十三岁时 迎来第一次发热 可年幼的容战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只好满心慌乱地 到处寻找着母亲 然而意外却来了 他途中碰到了 一个中年Alpha男子 男人将容战 推倒在地上 嘴里还胡言乱语着 一个Omega发热了 还到处乱走 你是故意勾引人的吧 巨大的恐慌 瞬间淹没了容战 他哭喊着想要挣扎 可怎么都摆脱不了 正当他绝望的时候 忽然有人拽着男人的脖领子 然后一拳重重地打了上去 少年的纪苍穹 像是英雄一样出现了 对着男人一阵 破口大骂后 将人撵走了 然后他蹲下来 关切地问着容战 有没有事 可容战还惊恐未定 混乱中不小心 将纪苍穹的脸抓花了 可纪苍穹没有生气 而是温柔地安死着容战 别怕 我是Beta 几乎不受信息速影响 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你需要看医生 冷静一下好吗 容战把自己缩成一团 还是没能从恐惧中抽离出来 纪苍穹也不着急 一直轻声地说着话 已经没事了 你看看我吗 这么帅的一个人在你面前 不看也会后悔的哦 想不想和帅气的大哥个抱一下 哥哥的怀抱很温暖的 又是温柔地安抚 又是逗人开心 容战慢慢冷静了下来 几苍穹伸手鼓励地揉了揉他的头 然后脱下外套 披在容战的身上 将他打横抱起 别怕 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不多时 容战的母亲感到 没有一声安慰 而是吉言丽色地指责他到处乱跑 我和你爸爸都是Beta 吉仓穹在一旁开了口 阿姨 分化成 Omega又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事 干嘛说的 好像是他做错事一样 他伸手擦去容战流出的眼泪 对他说 你什么都没错 不要自责 这是一个落俗的被救的故事 容战就这样无可救药地 爱上了救他的英雄 昔日男朋友摇身站在了弟弟身边 本以为多年过去 应该心如止水了 可看到这样的画面 心脏还是猛的一跳 而造成这样结果的罪魁祸首 正是比谁都变态的记爸爸 一出场就开始 对着自家儿子阴阳怪气 大忙人啊 想见你一面可不容易 几苍穹笑嘻嘻地说道 也没有很不容易吧 这不你一喊我 我就来了吗 几飞看着一旁的几苍海 和容战说道 和弟弟弟弟 打过招呼了吗 几苍穹含糊地说 刚刚随便聊了一下 一家人就这样 都心怀鬼胎地坐下一起吃饭 几飞看向几苍穹问道 小穹的工作室怎么样了 我给你的启动资金够吗 这时几苍海有些疑惑 几飞告诉他 你哥哥开了家游戏工作室 几苍海文言微笑 像是戴了一层面具一样 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 别客气 几飞点头认同 你们兄弟俩就应该互帮互助 彼此扶持 几苍穹开口 小海现在不是集团CEO吗 肯定很忙 我这没有麻烦的 进展很顺利 听了这话 几飞突然笑了笑 笑容有些意味深长 是吗 身为Beta能创立工作室 已经很厉害了 一旁的容战 忍不住眉头紧皱 又来了 Alpha刻在骨子里的傲慢和轻蔑 他从不肯正视 纪苍穹的梦想和努力 理所当然地认为 Beta都是平庸之辈 然而纪苍穹却十分不在意 而是满心的自信和张扬 并不会因为Beta身份而自卑 老爸 什么叫成功创立就很厉害了 你的要求也太低了 我一定会做出爆火的游戏 到时候让你们刮目相看 几飞背对的哑口无言 只好拿起酒杯 掩饰性地喝了一口 而几仓海看他们这样 不仅觉得十分好笑 也就只有苍穹哥 能让纪飞吃扁了 这时 服务员端着一盘海鲜刺身摆在桌上 容战却看得十分反胃 纪苍穹刚要下意识地叫小战 可又自觉十分不妥 于是改口说道 弟媳不是不能吃生食吗 纪飞面带微笑 明知顾问般地看着容战 有这回事吗 没有 我能吃 容战强压下内心不适 夹起生鱼片吃了起来 纪飞这才满意 然后笑着开口道 小海和小战结翻也快四年了 不打算补办个仪式吗 这一句话说出口 厂上的三个人 脸色都难看起来 纪苍海神情稍微恢复了冷静 等忙完公司的事 会做打算的 纪飞像是故意一般 对着纪苍穹说道 你是不知道你弟弟有多喜欢小战 几个月前 他听说小战生病 跪着求我让他回国 纪苍穹没有在意 老爸你也真是的 四年前 他们刚结翻 就立刻把小海带去国外 这不是棒打鸳鸯吗 纪飞一脸应笑 说自己只是为了锻炼几苍海 好成为集团接班人而已 说完目光细血地看着龙湛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一个 龙湛说不出话 只觉得刚刚吃进去的生鱼片 一阵反胃 几苍海在一旁解释 小战病才痊愈 身子很虚弱 等他身体养好之后 我们再考虑后代的事情 纪飞不好再说什么 便将话题引到纪苍穹身上 问他有没有在交往的人 纪苍穹摇了摇头说没有 现在还是事业比较重要 要事业家庭两手抓呀 纪飞语重心长 我一位朋友有个女儿 比你小两岁 虽然是贝塔 但性子温和可亲 过两天你去见见人家 还没等几苍穹拒绝 只听见餐桌上光当一声 龙湛的酒杯倒在桌上 红酒洒了一桌 他站起身鞠躬道歉 对不起 我有些不舒服 想去卫生间一趟 纪飞眼光凉凉地撇了他一眼 让他去 害怕他出什么状况 纪苍海也起身跟着龙湛去了卫生间 龙湛稍坐平复后 惠疚地说道 对不起 我太没用了 不过我会撑住的 你放心 纪苍海没有怪他 为什么要撑住 你要是倒下了 我们就能早点离开这里 我给你打得模拟信息速快 撑不住了吧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们一起回餐厅 说完拿出手机 调出家里的监控画面 想看看龙云帆在干什么 却没想到 竟然看到龙云帆 一脸痛苦地捂着肚子 倒在了地上 纪苍海心急如焚地找到龙湛 快帮帮我 我要立刻离开这里 他并未解释发生了什么 只是很快从兜内 掏出一瓶药剂 这个能诱导 我没得发热的药 紧接着 他说出令龙湛 无法反驳的话 其他的事情我自有计划 并且 我还能让你和我哥独处 龙湛几乎没有犹豫 便吞下药 紧皱眉头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只要能和纪苍穹独处 那他心甘情愿 男人带着假扮的小娇妻 来到餐厅 只是他的神情 略微显得痛苦 这一发现 令父亲惊呼 他不会有了吧 只见龙湛还并未说些什么 自己的身子 竟开始不由自主地晃动 果然他吃了药后 再也无法支撑 直接面色痛苦地倒在地上 这无疑让紧苍穹十分担忧 于是他顾不得父亲投来的探究 竟然蹭得站起身 打算前去救他 可在看到紧苍海时 又硬生生止步 一旁的季飞 早就拿手帕挡住口鼻 五妹的信息素 吸引标记他的elf 其他elf文道会感到恶心 紧苍海见人已经陷入昏迷 只好告知父亲小战 突然进入发热期 自己必须得立刻带他离开 紧飞不爽 且十分厌恶地摆摆手 做出一副 让他们赶快离开的样子 紧苍海伸手打算抱着小战起身 但双手像是突然没了力气般 完全抱不动这个瘦弱的男人 于是他求助的眼神看向大哥 你帮我抱小战去车上吧 我手腕前两天扭伤了抱不动 这时紧飞却表露出不赞同 让管家过来帮忙抱走就行了 何必要劳烦小穷再出去一趟 小海向父亲解释 小战有心理障碍 他信息速发作时 不能被陌生人触碰 纪苍穷打断他们的对话 老爸紧急情况紧急处理 我们先走了 直到所有人离去 只剩下几飞后 他这才露出一副 极致变态的笑容 这几个人可真是有意思极了 纪苍穷贴心地把小战放进车内 随后又像是舍不得离去般 不舍得站在车前一动不动 龙战信息速发作实在有些不舒服 胸口处此起彼伏地穿着粗气 内心的不适却完全没有消散 纪苍穷强忍下自己的那抹担忧 并扭头看向弟弟纪苍海 小战就交给你了要对他好点 纪苍海直接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动作 一把拽过去大哥的后衣里 轻松把他扔到了车里面 随后又无情地扔来药和矿泉水 纪大哥被这操作搞得十分猛逼 你扔过来的是什么药 纪苍海早就交集万分 想要回家 砰的一声关上车门给他解释 是一种没个发热意志剂 纪苍穷十分敷衍地表示知道了 接着大手轻柔地扶着小战 他的眼神中好像只剩了这一人 纪苍海驾驶位上悄悄四处观察 却发现纪飞竟然没派人跟踪 看来是真的相信了这件事情 于是他提醒后面的大哥 赶紧扶好受伤的荣战 纪苍穷则完全没反应过来 抬头看去 随着汽车飞速向前行驶 纪苍穷早已把男人抱在怀里 小海你开慢点 小战他不舒服 汽车内的男人疯狂大叫 但行驶的速度也并未减弱 很快便来到一处地下车库 纪苍海迅速打开车门丢给他钥匙 你把车开走 荣战也带走 你们随便去哪都可以 纪苍穷像是一只纯洁的小白兔 完全不知道接下来需要做什么 小海又为什么叫小战全名 小战病成这样你没看到吗 要么带他去医院 要么回家 纪苍海无情地抽出胳膊 荣战怎么样与我无关 这一下可把纪苍穷气到疯狂 竟然拽起小弟的衣领 狠狠与他对视 你是他的 阿佛不应该好好陪他吗 纪苍海推开大哥愤怒的身体 我和他只是被迫绑在一起的蚂蚱 他是死是活我都无所谓 你要是心疼 就自己去陪他 如果你敢把这些话 和这里的地址告诉父亲 那我可以让你的荣战生不如死 随后 他便无情地离开此地 凌云帆看向床头柜上的水杯 接着在伸手抚摸着自己肚子 他真不应该空着肚子吃冰棒的 真是莎士比亚 没有事般的后悔 他拿着手机忽然陷入了沉思 这个时候应该打给谁呢 熊哥的餐馆正在装修 况且也不知道他的私人电话 他无助地闭紧了双眼 胃脚通令他不断流出冷汗 难道要打给爱人挤沧海吗 可他现在人在外地出差 根本不可能会立刻赶回来救我 如果我现在打电话 只会让他担心 而且他工作应该很忙 就在凌云帆感慨自己好无助时 房门居然被爱人猛地推开 露出了他那张焦急万分的脸蛋 他惊讶地顾不上疼痛 迅速坐起身 几沧海怎么会回来得这么及时 男人急忙走到他面前蹲下去 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虚 又胃疼了吗 小帆帆表示 的确是有点疼 不过自己已经吃过药了 这时几沧海贴心地 给他放上暖宝宝 并且用自己修长的手指 为他按摩 一时间凌云帆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放松 他突然单手搂住爱人的脖子 精致的小脸向他越凑越近 几沧海你回来了真好 第二天凌云帆醒得很早 可睁开眼睛 却没看到爱人身影 难道昨晚上是一场梦吗 于是他起身来到客厅寻找几沧海 果然在一个洗漱间找到了他 男人表示 是那边出了突发状况 还得赶过去 不过他已经准备好了早饭 凌云帆轻易地搂住男人腰身 不想撒手 我乎照顾好自己的你快去吧 只见几沧海突然凑到他面前 微微侧过的脸蛋就快贴了上去 你好像忘记了什么 凌云帆本就不是扭捏之人 十分干脆利落地对他巴唧一口 两天后男人取出体检报告 并很及时地交到人事手里 人事小美女在经过一轮仔细地检查 你的报告没问题 你可以去找你们部门负责人唐云报道 凌云帆十分乖巧地找到部门负责人 男人表示先让他看一些资料 他先仔细了解一下再说 不过他的阅读能力实在非凡 很快就掌握了需要了解的内容 唐云对凌云帆非常满意 亲自传授他编程技巧 他的基础知识扎实 悟性又高 很多内容几乎一点就通 时间很快来到傍晚8点15分 唐云表示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他可以自己写一段代码试试 没想到负责人竟然如此大方 他表示今天是凌云帆第一天入职 可以收拾一下 请他去吃入职餐 凌云帆看着手机内的消息 他和几沧海还停留在病未联系阶段 他灵动的大眼睛突然变得无比失落 低下头思索着男人为什么还没回复 这时几沧海的电话拨通过来 他的语气中带着嘶嘶急切 云帆怎么了 你又胃疼了吗 但他们总共没能说几句话 几沧海忙工作又挂断了电话 凌云帆表示实习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刚巧唐云大哥猛地拍向他的肩膀 你小子怎么跑这里来了 可真是让我一顿好找走吧聚餐去 只见季苍穹中途加入他们的饭局 并表示自己最近心情不好想喝酒 所以唐云便让他直接过来这里 凌云帆有些无奈地看他们斗嘴 几沧穹想着自己不喝点根本睡不着 但唐云大哥并不想陪他一起喝酒 于是在仅仅过去半个小时后 凌云帆看着面前一幕简直惊呆了 他们怎么回事 怎么和说好的不太一样 季苍穹则是更加夸张 轻易地抱着酒瓶子生小闷气 小战我感觉你也是喜欢我的 凌云帆刚把唐云大哥搬到一旁 对面的大老板却突然变得癫狂 因为我是Beta 所以不再喜欢我了是吗 第二天的研发程序部门 凌云帆十分清爽地踏入工作室 唐云大哥毫无精神地走了进来 并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再跟那个煞笔喝酒 这时凌云帆给他递来一瓶药 这个喝了之后会舒服一些 唐云大哥顿时热烈盈眶地接了过去 他的手机突然弹出一条消息 居然是老板喊自己去他办公室一趟 凌云帆则是满脑子问号 老板叫自己过去到底有什么事情 一时间他盯着手机有些出神 不过他还是来了办公室 随后又轻轻敲响房门 这位贤轻雅致的大老板正在娇花 他看向门外的凌云帆并给他道谢 昨天没想到自己会醉成那样 几仓雄表示想请他吃个饭 谢谢他昨天把喝醉的自己送回家 反正他中午总得吃饭的不是 于是中午他陪同大老板一起吃的午餐 他也觉得这家餐厅味道不错 下次可以带几仓海一起来尝尝 果然是想什么来什么 他的手机突然显示出几仓海的电话 凌云帆很开心地接通电话 对面却响起接连不断的疑问 你在哪不是放暑假了吗 怎么不在家 他随口就把自己实习的事情说了出去 随后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他的内心暗到一声糟糕 毕竟男人不知道他的情况 显然这句话把几仓海整猛了 语气略带点不善的反问回去 你很缺钱吗 缺钱可以跟我说 你实习才能赚几个钱 凌云帆表示自己闲着也是闲着 之前一直想告诉你 但没找到机会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 只见对面的男人语气略显急切 凌云帆我不需要你上班 我只需要你好好待在家里 过了一会 他察觉到自己情绪过于激动 居然跟爱人小帆帆道歉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觉得这个假 由我努力工作就行了 凌云帆的情绪很是冷静 他并没有为此与男人大吵一架 不过几仓海那边又响起嘈杂声 看来又要挂断电话去处理工作 他的内心突然生起一丝丝疑惑 凌仓海旁边的人是谁 为什么听起来像是不想让我知道 最近的我怎么总爱胡思乱想 突然他脑海中闪过一道亮光 又好像是猜测到了什么 凌仓海是怎么知道他不在家的 这时手机内响起一道悦耳的铃声 就在他以为是爱人给他发来的消息 没想到却是他十分霸道的转账 凌云帆作为绝对不会屈服的男人 直接就是一个反手退回转账 几霸总则是更加霸道多了 居然硬生生多加了十万 这下小帆帆顿时怒火中烧 男人可真是个万恶的资本家 刚巧老板已经结好账一同回公司 他和季苍穹共同走在街道上 这时凌云帆才深刻明白一个道理 他算是知道唐韵为什么不愿跟他一起吃饭 没想到老板居然是几仓海的大哥 一家兄弟竟能充分体现物种多样性 基因的遗传性再让他们身上都消失不见了 显然几仓穹也很好奇这一点 你和我弟弟到底是什么关系 小帆帆只好含糊地遮盖过去 我们就是比智友更要好的关系 几仓穹大老板第一次满头问号 自己怎么出国几年就听不懂无语了 什么叫比智友更要好的关系 第二天他一大早到公司找到人事小姐姐 我问你一个问题 比智友更要好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小姐姐则猜测大概是爱人吧 几仓穹顿时魂都要飞走了 怎么会是家人又怎么会是爱人 内容站在也是他们陪中的一环吗 凌云帆忙碌了一天的工作 下了班之后才发现外面漂泊大雨 他就等在公交车站前等待 这时一辆低调奢华的豪车缓缓停下 他的贴心大老板打开车窗一脸关切 小凌你没带伞上车我带你回去 他刚要摆摆手表示不用麻烦 反正雷震雨一会就会变小 几仓穹完全不在意这些事情 毕竟开车有什么麻烦的 你要是凌云感冒了不能来上班 那可是我工作室的损失 他很快把小凌员工送到小区楼下 他突然微微身体向前倾 把他拦下 你和我弟弟究竟是什么关系 小凌员工又坐了回去 并不急着下车 老板您知道您弟弟的感情状况吗 继老板小声惊呼感情状况 我只知道他有爱人 就是知道他和荣战是爱人关系 他才要搞清楚他们是什么关系的 凌云帆文言暗自松了口气 看来几仓海又跟家人透露 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我 于是他打算不再隐瞒老板 既然是感情那就光明正大的谈 不瞒你说 我是你弟弟的男朋友 紧接着他解释自己 确实是elf 但是他和沧海的感情很好 并且不会因为都是elf而改变 几仓穷握着方向盘的大手紧了紧 你说你们感情很好 互相喜欢 小凌员工看到老板面色阴沉下去 但他还是如实乖巧地点点头 果然几仓穷误会了弟弟出轨 凌云帆被男友蒙在鼓里 一概不知 他现在只觉得老板实在过于震惊 像是看见了洪水猛兽似的 几仓穷表示让他赶紧回家 至于这件事情他会亲自问小海 小凌员工很听话地先行回家 他这才打算亲自质问弟弟几仓海 他要打电话把事情全部问清楚 容站在他们之中处于什么角色 可是他在通话界面稍显犹豫 随后猛地靠到座位上沉思 不要冲动 至少得把前因后果都搞清楚些 第二天 茶水间内二人正愉快交谈 他们突然看到了毫无精神的老板 于是二人皆对他进行友好的问候 纪仓穷表示 他有一个好朋友是Omega 他发现他的Alpha爱人好像出轨了 他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朋友 人事小姐姐十分同情那个朋友 如果Omega是被Alpha永久标记的话 那在他发热期时 没人陪伴会很痛苦的 纪仓穷不置可否地低下头 仿佛是又想到了在餐厅的场景 小战发热期痛苦地躺在地上挣扎 林云帆也露出一抹小小的同情 老板你刚才说的是好像出轨 那是还不能确定那人出轨了吗 我觉得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 等有了确凿的证据 再决定要怎么做 纪仓穷陪父亲吃饭都心不在焉 像是完全没听到父亲的催婚 他在犹豫要不要把事情告诉父亲 几非看他这副没精神的样子 非常不爽 我是为你好 你妈妈去世的早 我得多关心关心你 那天借庭聚餐 小战突然不舒服 你是帮忙把人送到小海家了吗 这一问题明显让男人一愣 这两个孩子感情真好如胶似气的 他们的孩子都会喊人了你还没结婚 几非直接给他来了套言语重击 纪仓穷顿时心下恍然大悟 他们还不知道小海出轨了 可这样瞒下去也不是个事 于是他犹犹豫豫地开口询问父亲 你认识一个叫林云帆的人吗 只见父亲微微摇晃酒杯 表示不认识 纪仓穷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居然磕磕巴巴的一句话都不敢说 算了 没什么以后我再告诉你吧 几非早已看透他们哥俩的为人 于是冲着大儿子展露出善良的一面 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 果然他的内心阴暗潮湿 仿佛容不得儿子们背地的小动作 看来几仓还有事情在瞒着他 几非双脚随意地搭在电脑桌上 他发给名利侦探社一个最新的任务 查查几仓海名下有几套房产以及所有行程 男人站在落地窗前眺望远方 他的小秘书则在身后贴心汇报 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他全都藏在心里 可几仓海却让他告诉自己大哥 难道他就没有想过自己的以后吗 其实他的所有事情不用藏在心里 男人表示自己的确讨厌父亲几非 但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 没有纵横集团他什么都不是 我们都是几非的棋子 如果让他知道我们一直在欺骗他 你也知道后果 所以我很早就开始做准备出国 一旦我出国几非知道你没被标记 他必定会再次对你下手 你有想过怎么逃吗 所以你完全可以把真相告诉我哥 几非还是非常忌惮记苍穹外公的 说不定我哥还能保护你 荣战升起的希望顿时破灭 几非在你哥的眼里是个和蔼的父亲 如果我把事情都告诉苍穹哥 那他会变得非常痛苦吧 所以荣战打算凭一己之力 瞒下所有事情 哪怕要为之付出一切代价 他也愿意 只要他爱的苍穹哥不会受到伤害 几仓海表示尊重他的决定 接下来我回家 几天你也尽量不要外出 对外宣称 我示意赶气 这样几非应该不会起疑心 交代好一切事情他便赶回家中 在他猛地打开漆黑的大门后 这才发现云帆居然不在家里 他瞬间看向桌上的玫瑰花瓶 里面的花经过几天时间 便枯萎凋零 几仓海拿起旁边的一片花瓣 这是云帆送我的 我用着昂贵的营养液 想维持他的花旗 可他最后还是枯萎了 他仿佛是不能接受 这种蕴含深意的画面 竟然猛地出手 把他们毁掉 这时门外响起一阵铃声 估计是凌云帆赶回家中 他缓缓走进漆黑的客厅 没想到却听到了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让他不禁怀疑 是几仓海回来了吗 这一想法的出现 他都觉得可笑 不过还是赶紧开灯前去 查看一番 只见几仓海手里 拿着花瓶碎片 新鲜的血迹 随着手指慢慢滴落 凌云帆几乎在一瞬间冲了过来 十分担忧地抓起他的手腕 怎么这么不小心别捡了 几仓海第一次流露出 让人心碎的模样 他眼角含泪 睫毛微微煽动 我有时候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把他照顾好的 可他还是枯萎了 凌云帆只好轻声安抚男人 哭就哭了我再给你买 你想要多少都行 一直给你买 男人人生中 从没听过这么动听的情话 眼角的泪水 被他硬生生逼了回去 随后小心翼翼的打探 是真的吗 凌云帆猛地拍拍自己的胸脯保证 当然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 这么自信的男人 一时间都令他看待了 几仓海的全身像是被爱意填满 竟然快速地飞扑到男人身上 完全不受控制地 捧着脸亲吻上去 凌云帆一脸不满地把他推开 别亲了 先把受伤的手处理一下 处理完再亲 有什么可着急的 他拿出药箱 小声追问 怎么伤成这样 你这是钻碎玻璃了吗 男人却扯开话题看向他 你是去工作室实习了吗 几仓海好看的眉毛 微微皱起 眼内蕴含着不知名的情绪 不是说好了你不去实习吗 凌云帆猛地回头 十分不爽地反驳 谁跟你说好了 我还想攒钱快点把钱还给你 争取实现经济独立呢 小海的内心 住着一头偏执的怪物 云帆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地还钱 是不是把债还干净 他就可以毫无负担地离开了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努力 斩断这些联系 为什么非要把这个钱还给我 我说过很多次 不需要你还 凌云帆满面柔情地凑向前去 他冲着男人的脸颊微微吐气 还能是什么 当然是因为我喜欢你 几仓海顿时被他的甜言蜜语所击倒 脑海中仿佛只充斥着这句话 当然是因为我喜欢你 如果我把欠你的钱都还清 到时候 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几仓海 我喜欢你 我说喜欢你 只是因为喜欢 凌云帆脸颊微红看向他 只见他像是个乖巧的小狗般 闭脸认真且民众地点点头 几仓海因为实在过于生气 自己刚刚被包扎的伤口 又渗出血迹 不过他表示自己不在意 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们像是沉浸在互相的爱意中 十分地无法自拔 且甜蜜美好 时间悄悄流逝了一大半 凌云帆这才一把推开男人的胸口吗 语气微喘的怪罪男友胡来 我假装失忆 还编了一套沙发的故事 男人听闻后 得意地笑笑 以前没发生的事 现在补上就好了 他们相拥在绵软的沙发上 彼此之间的情谊 仿佛粘联到一起 似乎无法分开 又似乎舍不得分开 几仓海在睡觉前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你实习的工作是叫什么 小翻翻迷迷糊糊地回答念容 想念的念 融合的融 美好的夜晚总是无比短暂 第二天的清早总是亲人心脾 几仓海窝在爱人怀里 不想离开 但凌云帆必须要起床 收拾去工作 一时间 二人的气氛突然间把弩张起来 他的大手顺着爱人的衣服向上摸索 凌云帆瞬间愤怒地阻止他的动作 紧接着 他一个弹跳起身 双手笔插 几仓海你用美男技是没有用的 还是赶快放弃 让我乖乖上班去 他立刻气势冲冲地走出卧室 房门猛地啪的一声紧紧关上 男人表示 好像把他缩在家里 不行自己不能这样做 我需要云帆自愿留下来 小白兔凌云帆 哪里会知道他的想法 就在他换好衣服准备出门时 竟听到小海让他吃饱再出门 小白兔疑惑地向厨房位置看去 他的大灰狼居然穿着围裙做好饭 正贴心地端着牛奶向自己走来 凌云帆看他这样 竟到吸一口凉气 眼角的泪质显得生动迷人 我突然不想出门了 几沧海顿时双眼亮晶晶地看向他 摇着小尾巴 期待着他的选择 结果等来的 却是爱人大喊开玩笑 凌云帆当然要努力挣钱 还清债务 于是愉快地开门向他挥手 我走了 乖乖等我回家 直到房门被彻底关上房间陷入冷清 几沧海的面容瞬间耸拉下来 他等不了一时一刻都不想等 他拿起手机迅速拨通神秘号码 冷静自持的他密谋着私密计划 凌云帆来到属于自己的工位上 开启新的一天打工生活 唐云大哥拿着水杯 目光有所关切 小林你这脖子 怎么被蚊子叮成这样 赶紧拿点皮烟瓶涂抹一下吧 小林员工不好意思地抚摸应急 随后十分肯定地点点头 表示赞同 这蚊子太狠了 把我叮成这副模样 周围顿时想起一起嬉笑打闹 这怎么可能是蚊子包 咱就是说运哥赶紧找个办吧 这时话题被议论背后的主人公 居然在工作期间来了电话 可是对面的声音并不是几沧海 凌云翻译时间都有些纳闷 您是哪位为什么拿着他的手机 没想到刚还悠哉悠哉闲聊的某人 在电话中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 几沧海居然中刀子正在抢救 他脚踩风火轮飞速跑到医院 内心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害怕 他完全冷静不下来地询问医生 请问几沧海是在这里抢救吗 我是他的家属 我接到电话说他出事了 医生连忙让人稍等片刻 他给里面打个电话询问一下患者情况 刚瞧眼睛医生还未拨通电话 一旁有个医生走来寻找几沧海的家属 并给他解释病人此时的状况 患者左腹有一条长约六里你的刀伤 好在没有伤及要害 送他过来抢救的也很及时 医生让他看看病例单上的注意事项 没问题后在上面签上字 然后拿着单子去大厅处交钱 凌云帆处理好一切急忙来到病房 他十分失落地低头沉默不语 几沧海这时却在昏迷中缓缓醒来 他猛地抓住爱人的手腕悄悄检查 几沧海虚弱地表示自己没事 但他早已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和自己有关 几沧海并不想多说什么 于是睫毛眨了眨嘴巴一张一合 最后却说了句没什么 他大声呵斥什么没什么 这件事情肯定和我有关 否则你一定会告诉我 是因为什么 如果男人再不说 他立刻转身离开 男人只好低声向他解释 之前的高利贷又找到我 说你还欠着他的钱 要我替你还钱 我不愿意给没想到他掏出了刀子 凌云帆痛苦又自责地双眼含泪 都是因为我 不然他们也不会缠上你 我这就报警 把这群人全部抓起来 几沧海为他失去眼角的泪滴 你放心医院已经帮我报了警 没事的我会处理好 小帆帆想让他给家人打个电话 小海不假思索地直接拒绝 我和家人的关系并不好 林云帆不可避免地开始多想 他和家人关系不好 那他要是知道我在他哥那里工作 肯定是会生气的吧 云帆你在医院照顾我 你实习的工作室那边没关系吗 他当即决定实习哪有爱人重要 肯定要一直照顾他直到痊愈 不过他苦恼地挠了挠头 如果工作室不给请这么长的假的话 不如还是辞职算了 这朵腹黑的大尾巴花十分伤心 都怪我如果我能小心点就好了 果然我们的小帆帆立刻上钩 你应该要怪我欠下高利贷吧 我们不说这些丧气话了 我去给你买些好吃的回来 直到林云帆离开病房后 他这才露出势在必得的微笑 他在赌上一切用尽全力去爱他 他来到自己短暂实习的工作室 正巧碰到了带自己的唐运大哥 于是给他解释自己来办离职手续 这下他是真的要走了 唐运大哥顿时失落下来 毕竟失去这么个人 才是他们的损失 林云帆向他真诚道谢 这些日子我学会了很多 唐大哥轻拍他的肩膀微微一笑 是你自己够努力 以后我们有缘再举 他处理好这些事情 太阳已经缓缓将要落山 林云帆为他带来美味可口的饭菜 男人竟表示自己手没力气 他暗示的事情简直一看就懂 果然林云帆很快配合的上钩 端起饭碗 宠溺的为他吃饭 饭后自然就到了休息的时候 男人想要起身前去对面床铺 这所有的动作都被小海看在眼里 这时他一把拽住男人手腕 随即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神情 云帆我们挤一张床睡吧好不好 小帆帆见他实在过于可怜 竟然俯身在他脸上落下一吻 挤沧海的嘴角 顿时压都压不住地勾起 小麻雀站在枝头叽叽喳喳 告知着人们又是鸟语花香的一天 林云帆率先从睡梦中醒来 睁开眼后竟无奈地笑了笑 他又趁着我睡着了过来 真是没办法 他们很快收拾好 来到医生会诊室 他的伤口愈合得很好 可以回家休养 但不能干重活 避免再次崩开伤口 于是小帆帆带着小病号回到家中 没想到这才几天没回来 到处都是灰尘 他让几沧海坐一旁休息 他好去收拾 显然我们小霸总第一个不乐意 他怎么愿意让爱人如此辛苦 但林云帆表示自己乐意 况且 他一个伤患怎么帮忙打扫 他哼着歌愉快地擦着桌子 几沧海突然拍拍沙发 让他过来坐 接着又露出一脸凝重的神情 小帆帆很是顺从地坐了过来 大眼睛眨巴眨巴地死死盯着男人 只见男人微微撇眉表示 明天就要去上班 作为一个全身心照顾爱人的他 文言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这才出院 不能多休息几天吗 我们的小霸总几沧海 当然不想去 但已经休息很久了 事情积压了许多 也该前去处理 实则他内心却是害怕几废会发现 只见男人又可怜巴巴地 装起小委屈 你工作室那边因为我而离职 都怪我 林云帆全部的心思都在男人身上 当然就是一个轻轻松松就会上钩 你又来了别瞎自责 不就是工作吗 哪有你重要 这句话完全俘获了几大总裁的内心 他迅速向前凑近 贴着男人脸蛋 明天我去上班 你在家准备做什么 林云帆稍稍沉思了一小会儿 在网上找找写代码的兼职吧 或者补一下大学课程 我之前休学太久了想毕业还差点学分 济沧海紧紧抓住他的小嫩手 轻声提醒 那你以后就好好待在家里 每天乖乖等我回家 不要再往外乱跑了 豪华的海景别墅外围 他被爱意包裹 显得无比闪亮 济沧海只剩下最后一步 便收拾完毕 小帆帆则十分困倦地 打着哈欠走来 他表现出 完全理解这种早起上班的痛苦 没想到他 竟然给男人寄领带 济沧海则像个老妈子般 喋喋不休 你好好待在家里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小帆帆顿时扑斥一声 笑开了花 他又露出比男人更加严肃的神情 我好好一个有手有脚的人 都要被养废了 不过他并不需要有人来养 但这个话题 他们不能再继续下去 于是他双手一推 催促总裁快去工作 可我们的小爸 总又厚着脸皮凑上来 狭长的眼睛紧紧盯着爱人 那你好像是忘了点什么 只见林云帆早就明白 他这点小心思 他快速地在男人脸颊落下一吻 他们之间仿佛充斥着甜蜜的情感 男人拼命工作 丝毫不敢懈怠 一旁的手机突然嗡嗡响起 里面传来爱人低沉的声音 你什么时候回家 济沧海好像根本未敢知道 爱人的不对劲 居然还轻微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内心充斥着爱人对自己的关心和满足 不过接下来 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林帆表示 等他回来 有事要说 这一发现 令他小心脏 有些扑通乱跳 只见他微微皱眉 不敢再继续打探 随后只能轻声低语在家等他 电话那边的林云帆 显然心情不好 低垂着头 神情竟无比失落 济沧海挂断电话后 突然感到不安 但现在也不是思索这些的时候 公司的会议马上开始 他必须前去会议室 这些乱糟糟的事情 全部堆积到一起 他突然觉得自己一阵头昏脑胀 可身为霸总的他 必须处理得井井有条 直到日落归山 夕阳照映了整片天空 济沧海这才处理完成所有工作 于是便马不停蹄地急忙回家 黑色沉稳类型的霸总豪车 居然在他手里 开得飞速像个跑车 不过他还并未赶到家中 坏事的老父亲 又给他打来电话 居然也要让他立刻回别墅找他 这不禁让男人 突然升起不好的预感 济沧海却在电话这边 明媚不语 等他反应过来 想要拒绝时 他父亲早已霸道地挂断电话 他纵是有万般的 不情愿面对父亲 但作为表面上乖巧听话的孩子 他还是驱车赶到城东别墅内 他坐在车内 找出云帆的拨号界面 在按下去的同时 他竟表现出犹豫 济沧海还是跟自己的亲亲宝贝 回过电话 并表示自己这里临时有事 可能要很晚才能回去 云帆小声打探他 大概几点回来 男人低沉的嗓音缓缓响起 没办法确定 如果他很晚都没有回来 那有什么事情明早在商量 林云帆却在电话内表示 会等他回家 这一弹幕疏离的语气 令他感到些许不适 济沧海在车内渡 独自带到夜幕降临 他这才抬起脚 缓缓走进这栋别墅 几非从挂电话后 一直等在书房内 再等到傀儡小儿子前来后 他这时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微笑 他父亲并未收起 眼中流露出的嘲讽 只是平淡无波地 甩给他一个眼神 知道我找你来 是因为什么事吗 济沧海小宝贝 打算装傻装到底 难道是因为 龙腾集团合作的事吗 显然父亲根本不给他 反驳的机会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他随手把文件带 放到桌子上 一个明明和纵横集团 没有关系 但这个人的生活痕迹 却处处有集团的影子 简直奇怪得很 济沧海攥紧拳头 沉默不语 云帆他知道了云帆的存在 而且 这个人现在住处的房产证上 居然写的是容战的名字 而这处房产 却是你和他一起居住 济沧海内心的震惊 不可以让他伤害到云帆 没想到老油条几飞 直接泡来致命问题 说说吧 这是你从哪抓来的金丝雀 难不成和小湛这么多年的恩爱 都是假象 一边养着情人 一边说喜欢小湛 儿子撒谎得高明些 不然我会因为你太蠢 而后悔带你回来 只见济沧海内心悄然有了计划 我之所以养着林云帆 是因为他是RH阴性邪 他可以促成 我们与龙腾地产集团的合作 或老爷子发期生病 长期需要RH阴性邪 如果可以帮到霍老爷子这件事情 我想我就能拿下 和龙腾合作的机会 显然几飞一直崇尚 这利益万岁的理念 那你打算怎么说服你的小情人 让他心甘情愿去做血包呢 济沧海的神情十分平静 他缺钱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爱我 父亲你应该最清楚 金钱加情感意味着什么 几飞装作 看不到儿子阴沉的脸色 居然在对面哈哈大笑起来 小孩你真是长大了 真想让你母亲看看你如今的模样 济沧海顿时常常松了一口气 他攥紧的拳头也悄然松开 看来父亲没有怀疑 时间一点点流逝 夜晚显得十分空静 林云帆收拾好行李 就一直等下去 济沧海处理完便急忙回家 修长的手指随意按下开关 果然他在沙发上看到爱人身影 云帆太好了 你还没睡 把你的身份证给我 我去给你办签证过两天出国 就在他急冲冲来到爱人身边 手里拿着的衣服都差点脱落下去 云帆竟然拿出了自己行李箱 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林云帆失落地抬起小脑袋看向他 几仓海你坐下来 我们谈谈吧 男人顺势坐下去 抓住他的手腕 狭长的眼眸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 云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云帆却抽出自己的手 缓缓低下头 我今天去了纵横集团大厦 看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 我看到你跟一名Omega举止亲密 我记得他叫荣战 高中时大家都说你们是一对 你们公司的人也不停地议论纷纷 他是你的专属行政秘书 并且已经被你永久标记了 显然几仓海的关注点不在这个上面 你为什么出门 你不是答应我要老老实实待在家吗 小帆帆顿时愤怒地抓紧他的衣领 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 我TM要你把一切说清楚 男人直接反问他 那你这是要离开我吗 我们如果有误会就解释清楚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吗 他揪着几仓海的衣领十分悲愤 男人的心像是突然落入海底 在他痛苦地挣扎后才发现并没什么用 他从来没有因为解释得到过爱和喜欢 他突然想到自己小时候为母亲嫌弃 嫌弃他长得跟父亲一样恶心 任凭他怎么解释母亲都不在意 他在上小学时被同学误会阴郁 可小几仓海怎么解释都没愿听 他猛地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这才发现自己爱人早已泪流满面 他刚刚还坚信自己对他的喜欢是真的 现在看来反倒是他太自信 凌云帆带着自己最后一丝体面 缓缓站起身拖着行李打算离开 就这样吧 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 只见刚刚还沉默不语的男人 这时却突然拽住他的手腕 几仓海大声而又急切地解释自己爱他 你要听解释那我就给你解释 我会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你的 我只求你别离开我 凌云帆一把推开男人让他冷静 他们突然又猛地对视上 二人的眼中仿佛只剩下了对方 但小凡凡想过无数个答案 却唯独没想过这家伙会打给容站 这真是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对面很快接通了电话 几仓海首先给男人道了个歉 凌云帆今天看见你给我寄领带 我想请你帮我跟他解释两句 小容站顿时不理解地叫出声 凌云帆也不知可否地惊呼出声 这是探机生物能想出的操作吗 容站手里拿着小手机表示自己明白 漂亮的蓝眼睛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纪总您希望我讲多少 八道纪总裁警告他尽量剪短些 他的贴身小助理呆愣愣地点点头 好 您把手机给凌先生吧 直到小帆帆亲自接到电话后 他这才把二人的情况缓缓到来 想必今天您在公司听到一些传闻 但那些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 容站表示自己和几总之间是清白的 他们是在财权的迫害下不得已绑在一起 林先生可以提出任何不理解的问题 小帆帆内心只有一个小疑问 这个小疑问已经在他心里藏了很多年 你和他高中时也不是情侣吗 容站十分肯定地回答不是 他的声音变得异常冷淡 林先生 我虽然是个Omega 但我并不喜欢F 我无比厌恶F信息素对我的影响 你是Omega会不喜欢F吗 小容站解释会的 就像Alpha会喜欢上Alpha不是吗 他还想因为高中的事情而道谢 但手机却被几仓海拿了过去 几飞已经知道了云帆的存在 我要准备出国了 你该自己考虑退路了 很早便有所听闻的小容站 在听到几飞两个字时 还是忍不住地浑身打起冷战 我知道了 谢谢您的提醒 几仓海把电话挂断后 陷入了沉思 过了片刻后 竟想起他那沙哑的嗓音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会讲很久 小帆帆直接站起身 打算泡杯咖啡 这将会是一个难眠的夜晚 但他的手腕 却被男人一把拉住 他把自己的下巴 放到小帆帆手上 这时 他的神情中 闪过一丝丝落寞 毕竟谁也不愿意 揭开这个沉重的伤疤 几仓海将母亲的痛苦和可怜 父亲的残暴和专横 容站得身不由己 以及被迫成为棋子的事情 几乎毫无隐瞒地 全部告诉林云帆 不过 他并没有把母亲厌恶自己 以及自己 曾被己非关在地下室 这些丑陋痛苦的事情 告诉林云帆 小帆帆现在终于明白 他为什么休学 终于知道 为什么蹲在花坛里哭 为什么初中 我们大吵一架之后 他就再也没来 找过自己 几仓海一脸真诚地 向男人解释 我和容站 一直演戏给所有人看 紧接着 他又握住爱人手腕 我发誓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从始至终 我喜欢的人只有你 可是小帆帆并未回答他什么 却唯独 把他捧在手心的手腕 竟然十分迅速 且无情地抽了出来 只见他突然站起身 走到几仓海面前 微微张开手臂 对他展开大大的笑容 像是充满救赎的 想要给他一个拥抱 果然霸道 无情的纪总裁 顿时正主 深邃的眼眸 想到了什么猛的收索 随后一脸呆滞地 抬起头看向他 原来林云帆 早就看出他内心的悲痛 他才故意装出 阳光开朗的模样 目的就是为了 照亮这个男人的人生 几仓海眼角带着一丝小泪珠 但动作却丝毫不显地虚弱 竟然猛地飞扑到他的身上 紧紧抱住 十分艳足地汲取他的气息 林云帆窝在男人怀里 轻声警告 以后再有类似的事 要提前告诉我 我一定会理解 你的苦衷的 你可以依赖我的 二人经过敞开心扉的谈论 彼此之间的感情 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于是 小帆帆轻拍他的后背 掀起来 我有事要告诉你 然而刚被感动到 无法自拔的某人 却表示 就这样说吧 我想再抱一会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 令他摸不着头脑 小帆帆居然拿了条领带走来 所以你要说的是 这个事吗 可是我们的小奶狗 并未回答什么 直接把领带 给他套上记好 他亮晶晶的眼睛 冲得男人眨巴眨巴 语气肯定的 像是在宣誓主权 你以后想要记领带 可以来找我 霸道小吉总 竟放出狠话 他绝对不会再让人 碰自己领带 林云帆无奈提醒他 话别说太满 我总有不在你身旁的时候 我们总要各自出门 工作上学 纵横集团那边 还有一堆事情们 不都等着你这大总裁 去处理吗 只见一向断案果决的男人 第一次 变得像个女人似的 犹犹豫豫 云帆 你愿意跟我出国吗 你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好一切 你只要待在我身旁 我会让你过上 无忧无虑的生活 林云帆虽然很喜欢 跟他在一起 但出国这个想法 他竟然不知道 面前的男人到底 在想什么 原来几飞知道了 云帆的存在 应该很快就会查出 他们在骗他 根据男人对他的了解 他必定会发起报复 只见几沧海 快速地点点头 他是反社会人格 亲情观很淡薄 他瞪在乎 我有没有听他的话 这种事情 令云帆顿时惊呼 怎么会有这样的疯子 不过他能怎么报复你 他要是做了伤害你的事 我们可以报警 可是几飞的手段 一直很高明 不会直接触犯法律 会一万步讲 因为他是我父亲 就算他打了 我也只算家庭矛盾范畴 几沧海完全不怕 父亲的报复 他只怕父亲 会伤害到自己爱人 所以做好的办法 就是先出国 然后用一段时间 恢复平静 我们帆帆的爱 一直很拿得出手 这不再听到 他真诚的解释后 居然主动亲吻 男人的脸颊 并表示好的 几沧海竟丝毫不顾及 形象大喊太好了 云帆 你把身份证给我吧 我明天一早去办签证 接着他紧紧抱着男人 根本不撒手 几云帆很是听话地 打算给他取来 但他还是像个贴心的 老妈子般叮嘱 你快去洗漱休息一下吧 可他内心像是 还有什么没搞明白 于是便硬生生 只不回头看去 几沧海你 还有别的事瞒着我吗 此时并不是静止的画面 二人却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一时间 房间内只剩下浅浅的呼吸 他们刚睡下没多久 天就已经大量 凌云帆醒来后只看到桌上的字条 于是他立刻清醒了一大半 很快坐起身 翻看男人留下的小纸条 上面只写了几个字 醒了给我打电话 凌云帆心情大好的 给男人拨打电话 轻声询问他是否去办了签证 对面雌性的声音 很快表示都已办好 他挂断电话后 便搜罗出一堆零食 窝在沙发上 正打算眉眉享用时 门外居然响起一阵阵敲门声 不过他并未因此展开什么思索 带着不解的小目光 打开房门 只见面前赫然站着 昨晚上话题主人几飞 他对着小帆帆 露出一副笑面虎的模样 你好 想必你就是凌云帆吧 这下无意让小帆帆 愣正在原地 几沧海的父亲 他怎么会来 接下来等待他的 又会是什么 凌云帆伸手拉开家门 从门外的人礼貌地打招呼 但心里却有些紧张 几飞怎么会来着 应该可以应付过去 见他抬脚走到了沙发边坐下 凌云帆急忙走上前 乖巧地站在一旁问他 想喝点什么 家里面基本都有 但几飞却找到了他话里的漏洞 你把这里称为家 小海一定很高兴 凌云帆有些不明所以 这是他和沧海的家 几飞像是落家常一样 夸他真是个稳重的孩子 原以为突然拜访会让你慌乱 小海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 凌云帆点了点头表示 自然是有的 于是几飞笑了笑 有些好奇 那在他的眼里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他实在搞不懂几飞 总不能是来跟自己扯闲话 于是跟他打太极 这个问题自己应该去问 不应该由别人转述 但几飞脸色黑沉下来 眼神不怀好意 在心里冷哼一声 缓缓释放性吸塑 这种的浓度 足以让我妹的发热 凌云帆皱了皱眉 他自然是闻到了 于是直接挑明了 即使您是长辈 但随意的释放性吸塑 是相当不礼貌的行为 他有些意外地抬起头来 原来你是 LFA 凌云帆表情严肃 如果我是 我妹的 你的行为 已经是在犯罪了 几飞竟然也不恼 反而还向自己道歉 接着又招了招手 语气竟然满是亲切 孩子来坐下 我们好好谈谈 像是个寻常的父亲 关心孩子的对象一样 问他们在一起多久了 凌云帆关顺地回答他 有小半年了 但凌云帆实在摸不准他心思 于是就问您儿子 知不知道您过来 几飞也很坦诚 他并不知情 果然不出所料 几飞没想到 他三句不离季沧海 于是出言挑拨 语气里满是心疼 真是可怜的孩子 寄人篱下 不得不伪身于人 就在他说这话时 凌云帆趁他不注意 给季沧海发了条短信 说他父亲现在在这里 自己现在又独自一人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于是他出言解释 现在的确是寄人篱下 但没有伪身于人 我和沧海 一直在相互扶持 但几飞却直接开口压制 你居然是这么认为的 是觉得很了解小海吗 凌云帆不可否认 当然了解他了 这是几飞没想到的 他竟然这么相信几沧海 看来必须得拿点证据 毁掉他们之间信任 于是他装作忧愁的样子 你知不知道 他是个爱撒谎的孩子 见凌云帆沉默了下来 于是继续说下去 看来你并没有想象中了解他 几飞颇有心机地想 只要开始怀疑 就会从内部开始崩塌 剩下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于是他神情落寞地讲 我对他的期盼很高 可这孩子就一点不好 总是面不改色地撒谎 听到这话凌云帆皱了皱眉 是为了离间我们吗 但还没等他想明白 又见几飞摊开掌心 这是一个定位器 你会需要的 凌云帆内心厌恶地想 怎么会需要这种东西 但几飞已经站起身来 我可以帮你还清所有债务 还能让你读完大学 除此之外 我还可以救你一次 凌云帆不太理解这话 明明现在好好的 为什么需要救自己 于是他直接侧过头去 语气不善地拒绝了 但几飞却洋装好心地劝他 无论何时都不要说拒绝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 局势会发生什么变化 说着他又拿出了一打文件 伸手递给凌云帆 看看他都做了什么 看你寄人篱下的窘迫 是谁一手造成的 凌云帆迟迟没有接过来 他担心这会是他的阴谋 但几飞却一直在怂恿他 你还在犹豫什么 不想知道真相吗 最终他还是拿了过来 几飞控制不住的心想 只要他打开了 那怀疑的种子就会开花发芽 根本都不需要他出手 他们自己就会土崩瓦解 什么是真相 让他看到的就会是真相 而想要抹掉的就不会出现 凌云帆打开了文件 他这一生曾有两次 绝望到崩溃的经历 一次是父母车祸去世了 离开太平间前 卢子一人如同行尸走肉般 还有一次就是欠高利贷 把房子卖掉 激进身无分文的那一刻 我不停地质问自己 为什么那么容易清醒他人 如果没有被骗 就不会欠下高利贷 这些问题时刻缠绕着我 让我懊悔郁闷 让我感到窒息 但几仓海出现后 突然找到了答案 如果不是欠下高利贷 也就不会被人追债 也不会和他重逢 更不知道世界上有个人 一直在默默地深爱着自己 是他将身陷污泥 狼狈不堪的自己 从里面拉了出来 还在泥里种下了四锦的繁花 每当看到几仓海温柔的笑容时 我都会觉得 曾经的荆棘路早已过去 可是当我打开文件夹后 一切都变了 什么重逢相遇 什么帮忙还债 什么温柔爱人 全部都是假的 他不是将我拉出泥潭的人 是把我推进泥潭的人 几非放下文件后 就已经离开了 而这时 几仓海才姗姗来迟 他着急地推开家门 冲从屋内大喊晕翻 凌晕翻正好看完了所有文件 他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 但一直低着头 让人看不清神色 倒是还算平静应了声 几仓海担忧地望着他 仔细打量了他全身 有没有受伤啊 几非有没有伤害你 但话还没说完就猛地震住了 他看到了桌子上的那些文件 忍不住内心有些担忧 不知道几非都和他说了什么 那人可是操纵人心的高手 但是凌云翻一直坐在沙发上 眼神发愣 嘴里喃喃着 他最终还是崩溃了 一字一句地问着 为什么 他猛地抬起头来 声音痛苦地质问几仓海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欺骗我呀 几仓海慌张地冲他解释 这些是不是我父亲告诉你的 你应该明白的 这是他报复我的手段 不要中了圈头 但凌云翻已经听不进去这些话了 只是抬头执拗地问着 那你给我解释这里的证据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几仓海蹲下身来 抬头望着他 这是我们以后再说 再晚就赶不上飞机了 但他迟迟不肯动 想要一个答案 他慌张地拉住凌云翻的手 表情恳切地跟他承诺 你先跟我走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爱你 凌云翻猛地站起身来 狠狠地甩开他的手 爱不是嘴巴说说的事 是不知道你都做了什么 他控制不住地怒吼 我之前说过好 再来餐馆 是我第二个家吧 你为什么要让餐馆关门 听到这句话 几仓海终于站起身来 脸色黑沉沉的 你的眼里总是有 态度无畏的闲杂人 为什么不能只看着我 随后轻身逼近他 明明只要看着我就好了 在餐馆还要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你在我身边的话 什么都不需要做 凌云翻狠狠地皱着眉 简直是不可理喻 高声怒骂着 本来也不用你给钱 那些高利贷的打手 不就是你叫来的 几仓海着急地握住他的肩膀 慌张地开口解释 我承认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可这里面有误会 只是得知你欠钱 就想要将计就计成为你的债主 就有理由来找你 并不是故意想要伤害你 没有想到会发生意外 但凌云翻早已听不进去了 他不想再听这些似是而非的话了 伸出双手狠狠地推开了他 身份证还给我 紧接着冲着几仓海摊开手掌 但几仓海却有些疑惑不解 你要离开我 你想去哪里 他伸出手来一把抱住凌云翻 他不肯接受这样的事实 只是偏执地哄他 你好好想想 这里才是你的家 几仓海固执地认为 只有待在自己身边 才能保护好他 凌云翻听到了家这个字 用力地推开了他 我有自己的家 他冲着几仓海怒吼 狠狠地揪住他的领口 我本来也有自己的家的 那里有我爸妈留下的一切 那才是我的家 他说着说着 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求你放过我吧 凌云翻又猛地向后退去 情绪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无助地低着头 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几仓海见他这样 眼里满是心疼 慌忙地解释着 你还有我 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 想要什么 我都会给你 冷静些 但凌云翻低垂着眼摇了摇头 语气轻轻飘飘的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我们分手吧 你如果喜欢 我就放过我吧 听到这句话 几仓海忍不住狠狠地皱了皱眉 冲上去紧紧地抱住他 嘴里一直愧疚地道歉 不要离开我 可就在这时 凌云翻眼前突然模糊了起来 想开口说些什么 却没有来得及 就意识不清地晕倒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他终于醒了过来 睁开眼打量了一下四周 有些疑惑自己现在这是在哪里 而这时 几仓海正好推门走了进来 他手里拿着一盘餐点 声音温柔地提醒他 该吃饭了 随后走进卧室床边 餐点放在了床头柜上 凌云翻坐起身来 冷冷地质问你觉得 我会吃吗 两人就这么僵持着 但最终还是几仓海打破了僵局 伸手递给他一杯水 低声劝慰着 打我骂我都可以 但你先喝点水 不然胃会痛的 凌云翻受不了他 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 他们两个回不到从前了 于是伸手拨开水杯 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 他一时愣在那里 模样有些可怜地说疼 凌云翻向他发泄着怒火 求你了能不能放过我 你的喜欢我承受不起 见凌云翻根本不理会自己 他低头落寞地站起身来 但依旧是心疼的 于是低声劝着别饿着 对你的胃不好 他痛苦地捂住头 有些烦躁地妥协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几仓海只是重复地说着一句 只是想和你一直在一起 凌云翻低垂着眼冷喝一声 喜欢我 然后伤害我身边的人 让我更讨厌你吗 然后又抬起头来 直愣愣地看着 他没有回答这些话 只是沉默地转过身 让人猜不透他心里的想法 然后向着门口走去 关上门室 他停了下来 如果不这么做 等某天你选择了 Omega或者其他人 也会离开我 并且讨厌我的 爱本来就不是 能一直拥有的东西 门咔嚓一声被关上了 林严凡听到这话 更是气愤了 说的这是什么话 把我关起来 反倒说的 我像个负心汉一样 随即他从床上下来 冲到门口 想要开门出去 结果发现 门镜从外面被锁上了 于是恼怒地大喊 你给我开门 气愤地踢了门一脚 开始环顾四周 这里怎么连个窗户都没有 忍不住低头怀疑他 这个房间 不会早就准备好了 不会真的要被他灌一辈子吧 林云凡自然是不愿意的 他从裤兜里 掏出那没定位器 难道自己 要用这个东西吗 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 因为一直没有吃东西 他的胃开始隐隐地疼痛 只好蜷缩在床上 紧紧地捂住腹骨 己仓还敏锐地注意到了情况 着急地从屋外拿了药过来 担忧地坐在床边让他吃药 林云凡不理会 只是让他滚 他没有办法别的办法 只好把药片倒在掌心里 伸手掐过脸颊 想要强制塞进他的嘴 但林云凡根本不领情 狠狠地甩开了他的手掌 失声怒吼着别碰我 己仓凡低着头 语气僵硬的威胁 你的身体最重要 如果不乖乖吃饭吃药 那我只能继续做让你讨厌的事了 他捂住耳朵 不愿意这些话 但己仓还紧接着说了句 好在来餐馆重新开业了 但听到这话 却猛地震住了 己仓还在缓缓讲着 闻店重新装修了 开业的那天很热闹 那小姑娘给你打了很多电话 应是想喊你回去看看 说着说着 然后就顿了一下 还是沉着声音威胁他 如果你不好好吃药 我能让那家餐馆重新关门 林云帆听到这话直接恼怒 他起身来狠狠地把他推下了床 己仓还你别太过分 己仓还一时没有站起身来 只是低声求他 我也不想这样 你乖乖吃药 吃饭好不好 他最终还是妥协了 微微皱皱眉 不肯看他 等等我 自己会吃 你放那边就好了 己仓还才站起身来提醒他 还有粥也得喝 夜晚林云帆熟睡时 他突然有些不舒服地挠了挠后颈 鼻尖耸动 闻见了点味道 忍不住愣了一下 意识到是自己在释放性稀疏 他的一感气到了 他全身都在控制不住地冒汗 而这时屋外 己仓海正坐在桌前沉思 己妃费尽心思地伪造证据 一定是准备的天衣无缝 这可该怎么解释 他伸手撑着自己的下额 现在这样关着 也只是暂时躲避开己妃 要是再拖下去 让他找到我们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 有些忧愁地闭上了眼 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云帆相信 跟我一起出国呢 就在这时 他突然闻到了一股香味 回过神来 有些奇怪的四处打量 哪里来的香味 外面的花香也不至于飘进来 突然他猛地站起身来 这是性稀疏 他着急地冲进凌云帆房间 一打开门就发现 人已经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还滚下了床 于是大步走上前揽过他 伸手一把抱了起来 把人温柔地放在了床上 见他面色痛苦 想要出门去拿一致剂 但凌云帆明明神志不清了 却还是精准地抓了他的手 不肯让人离开 然后一个用力 把几仓海拽到了床上 凌云帆脸色潮红 身上不断地冒着汗珠 眼神都有些迷茫了 但嘴上还是说着 你给我出去 听到这话 几仓海冲他笑了笑 躺在床上逗他 明明是你压着我不松手 怎么反倒 还敢我出去 两人之间沉默了会儿 凌云帆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伤心地伸手捂住嘴巴 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我们不该是这样的 见他哭几仓海立马就慌了 伸出手轻轻拍他的肩膀 心疼地给他擦眼泪 还连着说是我在强迫你 都是我逼你的 轻轻摸着他的后颈 要是我是我妹的多好 那我就能被你标记 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困住你 凌云帆哭着咬上他 过了一会儿 他抬起头来 心疼地问疼不疼 几仓海摇了摇头不疼 但他还是说不能标记了 你上次咬我很疼 几仓海心软得一塌糊涂 才意识到自己上次一杆气咬中了 于是跟他道歉 以后你给我带上支咬气 这样就不会咬你了 他抬手抚摸凌云帆的脸 只要你在我身边 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 可不可以只看着我 只注视着我 不要把目光一开 但凌云帆听到这话 沉默了一会儿就开口了 给我一支忌 几仓海是有些难过的 几天后凌云帆的一杆气已过 他从床上坐起身来 正想要去卫生间 而一旁本该熟睡的几仓海 像是察觉到了 很快坐起身来 伸出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不肯让人离开 误以为凌云帆想要逃离这里 他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凌云帆来到卫生间 有些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自己这是在干什么 赶紧想办法离开 再这样下去 情况会越来越糟 他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可是该怎么做呢 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缝衣兜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正是几飞送给他的定位器 皱着头捏在手里 仔细打量着他想 一旦按下这个东西 就需要与几飞做交易 难道就要这样 让几飞得逞吗 他狠狠地皱着眉 烦躁地抓着头发 心里满是纠结 而就在这世门 突然被敲响了 传来几仓海关切的问话声 凌云帆猛地被吓了一跳 皱了皱眉 向着门口看去 只见几仓海表情欣喜 高兴地给他展示 手里拎着的试贺 买了你爱吃的红烧排骨 多少吃一点吧 于是他走出房间 低头看着试贺 这不是我最喜欢吃的 那只是个谎言 就跟当初你是我男朋友一样 一直是个谎言 几仓海没想到会听到这番话 他沉默了许久 但还是强撑起笑容 那你想吃什么 凌云帆却告诉他 只想离开着 他更加沉默了 脸上遮不住的落寞 本以为他会喜欢的 原来都是谎言 最终面色还是沉了下来 随后走向一边放下了试贺 只淡淡说了四个字 记得吃饭 就关门静静地离开了 这样也不舍得对他说一句重话 凌云帆有些难过地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最终还是走进卫生间 把几飞送他的定位起 丢进了马桶里冲掉了 自己不能向几飞妥协 他想要用自己的办法离开这里 凌云帆吃完了红烧排骨 然后就坐在床边等待着 见他果然走了进来 凌云帆抬头看着他问 你说是因为喜欢我 为了不让几飞伤害我 才会关着我的是不是 他难过地皱了皱眉 迫切地恳求着凌云帆 陪我去国外好不好 只要答应下来 我都会弥补的 想要什么都给你 但凌云帆想要的不是这个 一心只想要离开他 我死都不会答应 跟你去国外的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然后表情严肃盯着几舱海 不会就打算 把我一直关着吧 只见他放下手里的水杯 提醒好好休息 就打算离开 但凌云帆不甘心地站了起来 冲着他大喊 如果我生病 你会放我去医院吗 几舱海还是没回 离开了房间 但没想到的是 这句话是他在这间房间 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 从那日之后 凌云帆的状态变得奇怪 凌云帆开始闭口不言 每天虽然乖乖地吃饭 但吐得比吃得多 胃疼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吃药也没有多大效果 人也越来越消瘦 几舱海看到他这个样子 心里很是痛苦 眼神恳切紧紧地盯着他 却不知怎么开口劝他 只是紧紧地抓着他的手 然后把人搂在怀里 求求你说一句话吧 几舱海是真的害怕了 当天晚上夜里 他躺在床上 脸颊冒着虚汗 睡梦中 眉头还在紧皱着 应该是做了噩梦 梦里母亲站在他的身旁 他用那双漂亮地盯着自己 声音难过又悲伤 但眉头却微微皱着 你做了和你父亲一样的事 几舱海心里很清楚 于是着急地想开口告诉他母亲 但却发现自己 根本发不出声音 母亲用那双难过的毛子盯着自己 声音里满是失望 你做了错是错的离谱 他不再尝试开口 因为他自己都知道 凌云帆一层层铁链缠住了手脚 他痛哭着伸出手声音怨愤 几舱海 是你让我变成这样的 我恨你 是你杀了我 他听着深爱的人一声声地质问 但却说不出话来 只能在心里无助地喊 我没有想伤害你 我是为了保护你 紧接着 他就猛地惊醒 大喊不是这样的 惊魂未定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脸颊还冒着虚汗 不断地喘着气 他最终还是来到了凌云帆的房间 打开门坐在床边想要寻求安慰 以前我做噩梦的时候 你总会安慰我 几舱海伤心地无声哭着 心里痛苦地想 你明明就在眼前 可我为什么觉得这一切都是虚影 很快就会消失不见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捂着眼睛痛苦 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们的关系才不会变成 这副糟糕的模样 看着床上的人满是无助 你能不能和我说说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有人告诉我 怎么才能留在你身旁 几舱海想起了曾经 你身边总是有好多人 却没有我的位置 一点空隙都没有 我也挤不进去 高中时也是这样 只有在惹怒你挑衅你的时候 你才肯施舍我一瞬的目光 他像之前一样 喊翻歌 语气很可怜 我刚刚做噩梦了 现在觉得胸口好闷好疼 真的好疼啊 但凌云帆一直闭着双眼 几舱海知道他没睡 忍不住难过地叹了口气 本来打算离开的 但没想到下一秒 凌云帆就向着他伸出了双手 几舱海本以为他不会理自己了 于是愣了一下 紧接着就被凌云帆拽了过来 环抱在怀里轻轻拍着几倍 像是在安抚着他 几舱海抱着他表白 我喜欢你 第二天清晨 几舱海刚醒 就敏锐地注意到 怀里的人情况好像不对 于是着急地喊他 但凌云帆已经神志不清了 呼吸急促地喘着气 浑身都在冒冷汗 几舱海慌忙伸手把人抱起来 声音急切再坚持一下 我马上带你去医院 他正大步走向门口时 门外突然传来了声音 脚上的动作猛地停顿住 表情严肃地看着门口 这里不该有人来的 是几飞找到了这里 他身后带着两名打手 步履轻松闯入家门 儿子你可真会藏啊 找到你可废了 我好些功夫呢 几舱海瞬间脸色难看起来 带着凌云帆慌张地往后退去 把人紧紧地护在怀里 但几飞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站在原地动都没动 身后的打手就冲着几舱海冲了上去 他急忙阁挡住打手的攻击 一脚踹了过去 为了护着怀里的人 他根本施展不开拳脚 最终双拳不敌四手 还是反应不及时 打手趁机就猛地把凌云帆夺走 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被抓走 但他已经被打手迅速地按趴 倒了地上动弹不得 只能无助地大喊着 你快放开他 跟他没有关系 看着打手 把凌云帆放在肩上 走了出门外 几飞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儿子我们之间有许多账 需要好好算一算 然后一个眼神示意打手 迅速地把几舱海击婚 他最终还是狼狈地倒下 趴在了地板上 人事不行 很快过了几天 医院里凌云帆醒了过来 他控制不住地想 自己应该赌赢了 他送我来医院会担心我的身体 而这时 护士查房进来 一看凌云帆醒了 于是关切地询问 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会不会想呕吐或者眩晕 确认了他的身体状况 随后护士转身出去 他去喊记先生过来 凌云帆庆幸地心想 他们俩是时候好好谈一下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 紧接着推门进来的人 竟然是几飞 怎么会不是几舱海 难道自己赌输了吗 他有些难过 但还是坐起身来礼貌地问 您救了我吗 几飞坐在床边 开始装模作样 幸好我及时赶到 不然就酿成大祸了 紧接着 他面色沉重地叹了口气 我也没想到 小海会这样 宁可闹出人命 也不肯放过你 凌云帆不可置信 忍不住伸手钻井了被子 怎么会这样 但他心里有些疑问 他没有用那个定位器 但几飞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所以我们的交易不成立 凌云帆有些意外 按照几沧海的描述 他应该是一个刚复自用 绝不轻易善罢甘休的人 几飞很轻易就看透了他的心思 毫不慌乱地解释 声音亲切你 好像对我有些误会 这都是小海为了哄骗你 骗取你的同情胡编的 凌云帆皱着眉迷茫地想 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究竟是谁在说谎 谁在演戏 随即几飞在床头放下一张卡 这是替我儿子 赔偿你的精神损失费 治疗期间的医药费 我们也会全部承担 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凌云帆没想到会听到这番话 沉默地低着头 我不会报警的 听到这话几飞向他表示感谢 不会让小海再来打扰你 随后就打算告辞 凌云帆见状急忙问 几沧海现在在哪 几飞根本没有回答他的话 只是笑眯眯地冲着他讲 孩子去看看心理医生吧 凌云帆不明白他的意思愣了一下 只见几飞装作一副心疼的模样 遗憾地摇了摇头 受害者同情关心是害者 这可是一种病态心理 凌云帆皱着眉难过 我不是同情关心他 想要再说些什么 却找不到其他更好的理由 而这时几飞已经走向了门口 还不忘冲着他洗脑 孩子向前看吧 早点忘了小海 忘掉这段不愉快的回忆吧 凌云帆静静地望着窗外 困惑地心想 都过去了吗 我死里逃生了吗 可为什么感觉不到绝境重生的心系 迷茫地捂住胸口 为什么难过地喘不上气 他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的 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以后再也不用见到几沧海了 可自己为什么在哭呢 心口真的好痛 凌云帆伸手擦去眼角的泪水 几飞回到了车上 他已经知道了几沧海干的事情 居然瞒了自己这么久 竟敢偷偷地转移财产 真是愚蠢至极 他表情严肃 有种身居高位的压迫 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立马开口安排手下 把荣战带来见他 荣战忐忑地想 四年前几飞把我父母送出国 且掌握着他们的生死 我就已经无路可逃了 日日忐忑不安 惶恐到失眠 终于是等到了这一天 几飞难过地转过头去 说了句说了句 出乎意料的话 是我们家小海对不起你 他自顾自地说着 小海出轨的事 看来你不知道 但我已经教训他了 会让他知错悔改的 你愿意原谅他吗 然后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以后纵横集团的事 由我亲自接手 你协助我的秘书 把之前的事物都整理一下 荣战拿他根本没有办法 之前还有几仓海帮自己 现在也不得不答应他 他不可能就这么简单地放过我们 等荣战出去后 几飞拿起了桌上的手机 跟对面的几仓穷讲 小战愿意原谅小海 你就别掺和他们之间的事 几仓穷很显然听完了全程 他有些沮丧地靠在工作室窗前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紧接着他又不免有些困惑 微微皱了皱眉 开口问他父亲 小海现在在哪呢 几飞听到这话隐晦地笑了笑 只说了句在他该在的地方 就挂断了电话 转眼就过了三个月 几仓海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不见了 林云帆也回归了他向往的正常生活 大学校园里 学弟兴奋地夸着林云帆 学长好厉害 他们觉得很难的知识 也都记得很熬 是不是有考研的打算 林云帆听到这话摇了摇头 并不打算考研 学弟有些困惑地问为什么 他笑着看学弟 因为想早点赚钱 学弟明白了过来 在那儿兴奋地夸奖着他 而这时林云帆却皱了皱眉 他突然闻到了学弟身上的信息素 于是着急地凑上前问他是不是无眉的 学弟见他凑得这么近 害羞地说不出话来 但下一秒林云帆却提醒他 你的信息素飘出来了 学弟慌张地捂住自己的后颈 一脸的不知所措 林云帆只好提醒他 有没有带一支药 学弟听到这话立马回过神来 着急地从自己的书包里翻找 林云帆绅士地给他披上衣服 先用衣服遮挡一下 很快学弟就吃了药 两人在长椅上休息 林云帆仔细地询问过他 确认学弟没事了 就起身打算离开 说了句好好休息 他就准备先走了 可就在这时 学弟却拉住了他袖口 林云帆疑惑地低头 以为是需要帮忙 但学弟却一直低垂着头 支支吾吾了半天 总算说了出来 其实我是想说我喜欢你 林云帆不免愣住 我喜欢你四个字 不免让他回想起了那个人 几沧海 他好久没有出现过了 好像彻底消失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在他们两人快乐地打游戏时 在深夜胃痛地难过时 曾经有个人不厌其烦地将这句话 跟我说了无数次 你没有怎么吃完 你只需要帮忙